所以主动上交了 当然主动上交归主动上交 可这心里多少还是有点想玩的 此刻听到自己御主说过年休息 还掏出来许久不见的大宝贝 小家伙们哪里还能忍得住 小灵一把就抢过了自己的手机 飞到了小伙伴们面前 取了起来 而金闪闪和幻影 还有小飞鱼也是第一时间围了过去 这一幕让活化金属聚合体一脸猛逼 变成了一个大大的问号 小飞鱼好歹接触过手机 知道这大宝贝的有趣 可活化金属聚合体 可从来没有接触过 这十几天他还是第一次看到 自然心中充满了疑惑 不知道为啥平日里那么强大 而理性的前辈 忽然就变成这个样子了 看着开心的叽叽喳喳的几个小家伙 陈渊不再打扰 关上了房门离开了这间房间 离开前 陈渊再次确认了 小飞鱼和活化金属聚合体的等级 小飞鱼12级 活化金属聚合体14级 两个小家伙全部突破了一阶 成就了二阶 小飞鱼的模样还是那个样子 而活化金属聚合体则随着变强 体型稍微大了有一点点 不过并不是很多 虽然三小之队新来的两个小家伙变强 帮助很大 可这里面的功劳 也不能忽视了能量方块的一部分 正是消耗和补充的循环 才使得两个小家伙能变强这么快 按照这个效率 陈渊相信等过完年后不久 两个新来的小家伙 应该就能够进化了 看完小家伙们 陈渊就回到了自己房间 并打开自己卧室的房门走了出去 非常难得 今天陈母早起了 她正在忙碌着新年的事宜 至于陈妇 则和往年一样并不在家 对此陈渊也习惯了 在她的记忆里 陈妇晚上团圆饭的时候 自然就会回来 小时候陈渊也询问过陈母 得到的回答很简单 你爸在和她的那些狐朋狗友们瞎混呢 你别管她 是的 就是如此简单粗暴的答案 而事实上 陈妇则是在秘境里面巡查 并清理那些危险的宠兽 不得不说 这是陈妇被黑得最惨的一次 晚上的时候 就如同以往过年一样 陈妇准时回来了 一家三口坐在一起 说说笑笑地 吃了一份团圆年夜饭 第二天一大早 一家三口就一起出门去拜年了 敲响宠兽店的第一时间 陈奶奶就打开了门 这速度太快 让陈渊都怀疑 是不是自己奶奶就在这里等着了 不得不说 陈渊还真怀疑对了 他们一家一出发 陈老爷子和陈奶奶就知道了 他早就在这等着了 看到自己儿孙来拜年 陈奶奶很开心 口中连连道 快进来了 快进来 老头子包把水果拿过来 陈奶奶话语刚落 陈老爷子就端着一盘水果走了出来 其中大部分都是陈渊喜欢吃的 在向自己爷爷奶奶拜年后 陈老爷子和陈奶奶 就分别拿出了一个 装个鼓鼓的大红包 递给了陈渊 对此 陈渊也不矫情 直接就伸手收下了 毕竟是自己长辈给的 没什么好不好意思的 而且这种表现 在长辈看来 反而是孩子亲自己的表现 在收下红包后 陈奶奶又拿出了一个 护身符模样的东西 递给了陈渊 对此 陈渊嘴角一抽 这万一他见过 在去年过年的时候 陈奶奶就给了他一个 在陈奶奶拿出这个符的时候 一旁的陈老爷子也开口了 他的表情十分严肃 且不容置疑 这是你奶奶前几天给你求来的符 能够保平安的 就和之前那个一样 记得千万贴身带好 一旁的陈母 看着陈渊还在发愣 伸手拍了拍 他的脑袋说道 傻孩子 还发什么呆呢 你还想让你奶奶 一直举着这个平安符不成 挨了一巴掌的陈渊能说啥 他接过了这个符 放到了自己口袋里 陈渊并没有发现 在他握住平安符的时候 平安符微微亮了一下 在拜完年后 陈渊就直接回家了 一回到家 他就直接瘫倒在了 自家客厅的沙发上 并把手伸向了自己的裤兜 试图掏出自己的手机 不过 就在掏出手机的时候 陈渊却顺带着 把自己奶奶给自己的那个平安符 给带了出来 在重力的效果下 平安符飘落到了地上 对此 陈渊自然是连忙俯身捡了起来 说实话 陈渊其实是个无神论者 并不相信什么牛鬼蛇神 不过这是在以前 在经历了众活一世以后 虽然他还是不太相信 可重生后 心态多少还是产生了一些改变 变成了 宁可信其有 不可信其无 在捡起这个平安符以后 陈渊又从自己的另一个口袋里面 掏出了一张平安符 比起刚刚得到的这一张 陈渊去年得到的这一张 则稍微有点泛黄 对比一番后 陈渊就把两张符遮到一起 放到了自己的口袋之中 是的 陈渊其实一直都带着陈奶奶 去年给的那张平安符 其实一开始 陈渊是基本不带的 不过 那段时间 陈母总是时不时就提醒她 说什么啊 奶奶特意为你求的 特别灵验 可以保平安啊 在陈母的多次提醒与唠叨之下 陈渊自然而然就养成了习惯 那时的陈渊并没有注意到 每次陈母提起这个事 都是自己没有带平安符的时候 这并不是说陈渊是二傻子 连这个都发现不了 只是她压根 就没有去往这方面想罢了 在她看来 这就是自己老妈日常的劳道而已 收起掉落的平安符后 陈渊再次拿起了自己的手机 她小手一划 就成功解锁了手机 陈渊点开了视频软件 开始刷起宠寿科普小视频 和小家伙们一样 陈渊打算好好放松一下 这其实主要是陈渊自己 也没有其他事情可以做 首先 御寿星是没有寒暑加作业的 而草药和树果 在年前就已经被她给全部加 供成了药剂和能量方块了 所以现在 就算现在陈渊想要制作药剂和能量方块 也没有材料给她 综合这些 陈渊也只能无奈地选择刷手机了 可能时间一切 有关快乐和放松的时间 都是短暂的吧 新年也不例外 眨眼之间 就是好几天过去了 时间也来到了农历出八 虽然已经是出八 可还是有很多人维持着 放鞭炮和炮仗的习惯 今天陈渊也是在烟花爆竹生下 被吵醒了过来 既然醒了 陈渊索性也不睡了 在简单打理一番后 陈渊就准备去地下室一趟 打算去确认一下 小家伙们今天的情况 在陈渊的设想中 小家伙们应该和往常一样 现在都还在睡觉 不过今天注定 和以往有着大大的不同 才刚到地下室 陈渊就感受到了 金闪闪和幻影 在心灵链接中传递过来的交集 而随着而来的是小林的痛苦 第一时间 陈渊就是脸色巨变 他以最快的速度 朝着地下室奔袭而去 一来到门口 就是一把猛地推开门 发生什么事了 陈渊推门的这个举动 直接导致了一个小家伙 受伤不清 那就是小飞鱼 看到小林突然露出痛苦的神色 他第一时间就准备去找陈渊 可是那一程想 陈渊竟突然就来了 而却还是这么大力气地开门 小飞鱼整个鱼 都被陈渊的大力 给打飞了出去 就像一个皮球一样 撞到墙上 还弹了几下 这一下 直接让小飞鱼 整个鱼都感觉天旋地转的 同时 身上也多了很多小伤害 毕竟陈渊在三小只的加持下 力量属实不小 可以说陈渊 光是力量 其实已经不下于很多二节重兽了 而小飞鱼 又是那种身体比较脆的重兽 这一下 自然让小飞鱼十分难受 不过小飞鱼此刻顾不上这些 看到陈渊来了 他立马激动来到陈渊身边 开始不停急切地叫喊起来 不 不 不 意思就是大姐头出事了 他十分难受与痛苦 玉珠你快帮帮他 一想到近期一直帮助自己的大姐头 现在所面临的情况 小飞鱼就不由地交集万分 很可惜 陈渊听不懂小飞鱼说的这些 不过他也不需要懂了 因为陈渊已经看到了小林的情况 同时 陈渊还注意到了 旁边开着几个药剂的空瓶子 很显然是几个小家伙 再看到小林难受是做的 一旁的活化金属聚合体 还在用力打开下一瓶药剂 有点用 不过用处并不大 接触到药剂 小林的痛苦确实缓解了一些 不过也仅此而已 而在陈渊看向小林后 她的脸上的焦急之色 突然就消失了 甚至还有点猛逼 只因小林的系统面板上 等级的那一栏赫然写着 等级 三十突破中 检测到该宠兽种族等级极高 进阶需要更多能量维持 陈渊的愣神 只有短短一瞬间 她瞬间就明白过来 该这么做了 你们先让开 小林没事 她只是要进阶了 缺少能量才难受的 说这些的时候 陈渊手上可没有停 她第一时间 就掏出了大量的三阶能量方块 直接捏碎 陈渊的话 也让几个小家伙 明白自己该如何做了 立马就有小家伙去到门边 关上了陈渊刚才 没有关上的门 防止能量方块 能量外泄 至于陈渊的这种 捏爆能量方块的行为 几个小家伙都看在了眼里 不过却没有丝毫的不舍 因为比起这些大宝贝 还是自己的大姐头更重要 而且是重要的多得多 随着陈渊捏碎三阶能量方块 能量开始朝着小灵涌去 大量的能量 开始被她吸入体内 见状陈渊开始加大力度 捏碎了更多的能量方块 而小灵此刻就和一个黑洞一样 统统来者不拒 全盘接受 对于这样的结果 陈渊也就只有一个选择 那就是捏更多的能量方块 随着陈渊捏碎的能量方块越多 小灵吸收能量的势头 就越发凶猛起来 终于在达到某个零界点后 小灵的吸收能量的势头停了下来 而其全身的气势也是一声 同时 陈渊也感受到了一股强大的力量 反馈到了自己的身上 小灵四阶了 看到小灵终于成功突破 陈渊忍不住松了一口气 紧接着 她的脸上就挂上了喜悦之色 她陈渊终于也是终极预售师了 其实陈渊哪怕没有系统 陈渊也是知道小灵这个情况的 之前在手机上 她就有查阅过四阶的相关信息 也知道 完成前期的累积后 陈渊的最后一步还需要大量能量 一般人大多数会在这个时候 选择找人结伴去秘境 并以此借用秘境的高能量区域 来进行突破完成陈渊 有钱的人则会选择和陈渊类似的方式 用能量核心直接提供能量 使自己的宠兽进行突破 毕竟在秘境里突破多少有点危险 不过就连陈渊也没想到 高种族等级 竟然还影响到了 陈渊所需的能量需求 不过用脑子想一想 陈渊却又觉得十分的有道理 毕竟越是强大的生命 就需要越多的能量 这是一件很合理的事 就在陈渊想着这些的时候 他身上那股来自小灵反馈的力量 也开始逐渐平息下来 就在陈渊以为 一切都要尘埃落定结束的时候 一股猛烈的疼痛感 却吸卷了他整个大脑 死 这一下突如其来的疼痛 直接让陈渊倒吸一大口凉气 陈渊的倒吸气声音 立马吸引了几个小家伙的关注 其中就包括了突破完成的小灵 小家伙们立马都围了过来 不过他们都不敢出声 只敢用担心的小眼神看着陈渊 对于小家伙们担心的小眼神 陈渊勉强扯开自己的嘴笑了笑 并说了一句 我没事 你们别担心 说完陈渊就再次被疼得呲牙咧嘴 刚才陈渊以为自己 已经成了终极御寿师了 其实并不是的 现在才是他成为终极御寿师的真正过程 此刻他的御寿之力 就好比是放在铁毡上面的铁块 正在不断被无形的大锤锁锤打精炼 这样的过程自然是痛苦的 特别这股痛苦 还是直接作用在灵魂之上 这就更难受了 此时 陈渊心里已经骂开了 自己马上就要四阶了 他自然也查阅过 突破四阶 御寿师会有什么区别 会不会发生一些特别的事 对此 网上的那些无良牲口们 全他瞄得同一口径 说和之前一样 突破差别并不大 或者就是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后面那个陈渊就不说了 因为他现在已经知道了 前面那个陈渊只想骂娘 MMP 这就是你他喵说的差别不大 前面突破啥感觉都没有 现在突破我都想揭开脑壳 看看里面是不是成江湖了 这就是你妹的 这是差别不大 陈渊不知道 其实这股强烈的痛感 是他独有的 因为他的特殊性 两世为人 陈渊的灵魂量 也就是御寿之力 天然就比其他人强上许多 更别提 他还不断致连药剂和能量方块 导致他的御寿之力 不止是量 就是浓度和强度 也是远超其他普通人 这一切 也就造就了陈渊此时 要承受更多的痛苦 毕竟一立方米的棉花 和一立方米的铁 要一起压缩到最小 咋看都是棉花 要更容易不是吗 更别提 这个铁的量比棉花 还要多得多 一开始 陈渊还能让自己坚持站着 可是到后面 陈渊整个人 还是被疼得双手抱头 单膝跪地 冷汗不停地 从他的额头或手掌滑落 其后背的衣物 也逐渐被汗水给浸透了 对此 陈渊并没有发出任何叫喊 他只是紧咬牙关 默默承受的这一切 而小家伙们 则安静地待在陈渊身边 不敢发出任何声音 就是害怕打扰到他 考虑到小林刚才的情况 几个小家伙 也大概明白了 自己御主现在面临着什么 这也是他们 没有任何行动的原因 要不然小家伙们 早就跑上楼去找陈母求救了 突破的过程 陈渊不知道持续了多久 他只感觉到 自己的意识 都有点疼模糊了 就在他感觉自己 快要承受不住 晕过去的时候 终于这痛苦的过程结束了 陈渊的身上的气息 就如同刚才的小林突破一样 猛地一下子 开始变得强烈起来 突破本就是生命的跃进 成为终极御寿师的当下 陈渊才可以说是 真正踏上了超凡之路 从现在开始 他已经完全脱离了 凡人这个概念 一结束突破 陈渊就感觉自己的脑袋 恢复了清明 疼痛也在一瞬间 便消失不见 只于留下了畅快与舒适 这两种感觉 突然暴增的御寿之力 让陈渊一时间 感觉自己好像无所不能了一样 当然 感觉只是感觉而已 这就是一种力量暴增的后遗症罢了 简单来说 就是忽然感觉自己又行了 不过有一点 陈渊却可以清晰地感觉到 那就是 自己的寿源增加了 现在区区一百年的时光 已经不再是他生命的尽头 这个时间 最少增加了一倍 身体的巅峰时期 也会大大延长 直到生命的最后三 四十年 才会开始走下坡路 陈渊开始缓缓起身 同时忍不住握了握自己的拳头 感受到自己身上其他的变化 陈渊的嘴角 也不由得扯开一条弧度 几个小家伙 也适时地围了过来 救命 卡 死 不 以及活化金属聚合体的 变化形态的问候 而其中小灵在发生的时候 她的意思 直接通过心灵链接 传达到了陈渊脑中 很简短的三个字 没事吧 第一次接触到心灵链接 如此清晰地传递自己宠兽的意思 陈渊露出了感兴趣的表情 她对着小灵的心灵链接 直接回了一个自己没事 这一下子 让小灵仿佛见了鬼一样 被吓了一跳 她开始到处东张西望起来 她明明没看到陈渊说话 可声音却突然在自己的脑海响了起来 不过很快 小灵就反应了过来 明白了声音是咋来的 毕竟她也是知道心灵链接的 刚才只是猝不及防 才被吓了一跳 小灵也开始通过心灵链接 和陈渊交谈起来 小孩子心性的她 对于这种神奇的事 比陈渊更加激动和上头 在经过一番交谈后 陈渊开口打断了小灵 这才让小灵停了下来 而陈渊开口 其实是因为 现在还有更重要的事 暂时不适合和小灵闲聊 毕竟随着完成进阶 系统已经进一步解锁了 而陈渊也能契约新的重兽了 陈渊没有立马选择契约小飞鱼 成为自己新的重兽 毕竟小飞鱼和活化金属聚合体 两个小家伙就在这 又不会跑掉 并不急于一时 相比于两个小家伙的契约 陈渊反而对系统 刚刚新解锁的功能 更好奇一些 第一时间 他就打开了自己的系统页面 对于系统那些显示的 自己个人信息 陈渊直接和以前一样 一眼就准备掠过 毕竟已经看过很多次了 再看也看不出花来 可就在陈渊准备 直接掠过之时 却突然看到了 一点不一样的东西 实力难一栏 变成了终极预售师 四阶 不过这不是重点 重点是最下面 多出了一个名叫 能量点的玩意 这东西是刚刚出现的 后面还挂着一个 大大的灵弹 好奇之下 陈渊用意念 清点了一下能量点这一栏 立刻陈渊的脑海之中 就跳出有关能量点的 介绍信息 能量点可以在系统 商城内购物 能量点可通过 任何富含能量的物品 进行转换获取 看到这里 陈渊瞪大了双眼 商城 卧槽 这次系统升级 他喵的 竟然还解锁了 商城这个牛逼玩意 第一时间 陈渊就关闭了这个界面 并切换到了信息界面 检查到宿主 已经达到系统 进一步解锁要求 系统 以解锁以下新功能 请宿主查收 排在第一个 就是四到六阶 中级药剂 和中级能量方块的配方 想了想 反正商城也跑不了 索性陈渊决定 就先点这个 进去简单瞧一瞧再说 点进去后 许多药剂配方 和手法信息 就浮现到了陈渊面前 对比于初级的 一到三阶药剂 中级的药剂配方 要稍微复杂一些 每一个药剂配方 都在原本的基础之上 增加了很多位 辅助灵药和素材配料 调配的手法上 也产生了不小的改变 而能量方块的制作方法呢 可以说没有变 又可以说变化巨大 榨取树果提炼精华 汇聚能量 形成能量方块 这些程序都没有变 这样手法制作出来后 就已经是一个 完整的能量方块 而说变化巨大 则是陈渊可以在这个基础上 进行进一步的操作 而进一步的话 就是把同阶的能量核心 给剃纯浓缩成能量结晶 再把能量结晶和能量方块 互相混合起来 进行二次提炼 制作成为特殊的 各属性能量方块 如果说一开始的 能量方块是通用 那么这种二次提炼的 能量方块就是专属 专属于那种属性的宠兽 就要看调配用的能量核心 是哪一种的 这种多了一道工序的能量方块 效果自然也比原版更强一些 其中蕴含的能量 会更加丰富 且也更加密集 更适合同属性重兽 同时还涉及到了 转换率的问题 毕竟同属性的能量 总是会更容易吸收 陈元简单看了一下 就关掉了 终极预售试用的配方 反正之后 还有的是时间慢慢研究 现在先看看 其他的两个再说 是的 还有两个 其中一个是商城 而另外一个 就是奇物大权 陈元再次把商城抛之脑后 先点开了 排行老二的奇物大权 并简单看了一下 里面的介绍 光光只是看到介绍 陈元就忍不住脸色巨变 其中并没有什么配方 不过 这并不是什么问题 只因里面蕴含的知识 比任何奇物锻造配方 都要宝贵 完全可以说 这就是一个 奇物锻造手法 和技巧的百科全书 同时 这里面也说明了 各种四到六阶材料的 特性和性质 如何搭配之类的 还有奇物进阶之法 和用多件奇物 混合做出阵法讲解 奇物阵法陈元有见过 初级玉兽杯总决赛上 那保护观众的防护罩 就是许多件奇物搭配 所形成的阵法 可以说 这个奇物大权里面的知识 只要拿出一部分 就能让整个奇物锻造师 群体疯狂 要知道很多手法和秘诀 可是一脉单传 一般只传给自己的子嗣 只有没有子嗣的 才会传给弟子之类的 这也导致了很多 锻造秘法和手法 随着一脉人的灭绝 而消失在了历史长河之中 不得不说十分可惜 可是在这个奇物大权里面 这些珍贵的手法和秘法 就会不要钱一样 大量记载着 对此 陈渊心中只有三个字 碉堡了 不过和第一个的药剂配方一样 陈渊简单看了看 就关闭掉了这个奇物大权的页面 没办法 这个系统刚刚解锁的奇物大权 内容实在是太多了 陈渊估计 自己要想全部看完 最起码也需要一个月时间 现在可还有商场和契约在等着他 陈渊可不会在这个时候 静下心来研究这些 简单看完前面两个解锁的 现在终于轮到陈渊最为期待的商城了 他甚至已经开始幻想 里面会不会有自己所需要的各种进化材料了 一想到这个 陈渊只感觉自己的口水 貌似就要忍不住留下来了 怀着激动的心情 陈渊用意念点开了商城 并且开始看了起来 很快陈渊就看完了 然后他整个人就骂了 事实证明 陈渊想要进化材料什么 完全是想多了 商城里面根本就没有卖这些玩意 主栏目就两个 能量核心和宠兽美食 能量核心很简单 就是终极四纲六阶的各种属性能量核心兑换 能量核心的后面还有括号 里面分别写着 精英 首领 领主等 至于普通的 则根本就没有 这是因为普通等级的宠兽 其潜力就不足以让他无法突破30级 所以自然没有普通等级的能量核心 能量核心最低就只可能是精英 出生普通等级的宠兽 要想突破 就只能进化 来提升自己的种族等级才可以 而宠兽美食 就是字面意义上的美食 比如什么特殊的美味酱料啊 喜欢吃硬菜宠兽最爱的金属果冻啊 等等诸如此类 不胜美举 不过就是有一点 这些东西都不便宜 里面最低的兑换价格 都是一点能量点 而四阶能量核心 精英 也是一点能量点 也就是这些吃的玩意 最便宜 都价值一个四阶能量核心 当然 这只是成员一开始的想法 而这个想法 很快就改变了 作为实践派 成员第一时间就去了一趟 自己存放能量核心的房间 并拿出来了两个能量核心 转换成能量点 试图看看转换率会是多少 然后成员就明白了 这系统的商城 就他瞄的是一家黑店 他两个四阶能量核心 竟然只转换出了0.8的能量点 连最低的一颗能量核心 精英都换不了 成员此刻 内心拥有无数据MMP 想要和系统好好说到说到 可惜 成员的系统 就是一个没有自我和意识的人工智障 根本就不会说话 也没有自己的思想 自然没有能力听懂和理解 成员心中对他的友好问候 不过系统商城虽然非常黑 可是也不是一无是处 反而其还大有用处 因为空间属性的能量核心 精英也是他瞄的一能量点 而空间核心一般是200万起步 普通核心最低的是20万 当然这20万的核心 可能换取的能量点会更低 刚才成员拿的是50万价值的两颗能量核心 按照一颗0.4能量点 2.5颗就能换一颗空间属性能量核心 成员直接净赚差价75万 想想简直就擒黄膜电线 赢妈了呀 不过这个只能想想 赚差价虽然爽 可成员根本就不可能去做 光是来源问题 成员就没办法解释 毕竟空间宠兽实在是太稀少了 而且最重要还不是这个差价问题 而是那些高品质核心 这些可都是可遇不可求的高品质核心 要知道 这种高品质能量核心 在奇物师们的眼中 那可都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大宝贝 毕竟顶尖资质的宠兽就那一小撮而已 数量自然格外稀少 而凭借着这些核心 成员也可以自己学会奇物制作后 给自己和宠兽打造各种神兵力气 不过品质越好的能量核心 其价格自然也越贵 按照四阶核心举例 精英品质等于异能量点 首领品质等于武能量点 领主品质等于25能量点 君主品质等于125能量点 其全部都是以武的倍数往后推 四阶的最高品质就是君主级 至于五阶则是在四阶的基础上 价格翻十倍 也就是分别是 十、五十、二百五十、一千二百五十能量点 六阶也是一样 是四到五阶的十倍质 不过多了另外一个等级品质 王兽品质 六阶等于62500能量点 看到这个价格 成员简直忍不住头皮发麻 这主要是因为他现在就算倾家荡产 也只能勉强换来那五百灵头的能量点 这还是建立在 他有不少能量核心的存货之上 一时间 成员忽然觉得自己 就是个超级大穷逼 而且还有一点让成员十分扎心 那就是 领主君主 还有王兽品质的兑换 全他喵都是灰黑色的 也就是说 成员目前就算是有足够的能量点 他也暂时换不了这些东西 而且 系统也没有提示如何解锁 这气得成员想骂娘 倍感扎心的成员 关掉了系统界面 直接来了个 眼不见心不凡 然后起身回到了几个小家伙所处的房间 成员打算 先契约小飞鱼再说 刚回到小家伙们所在的房间 看到小家伙们的第一眼 成员就发现了一个 被自己忽视的东西 那就是解锁后的系统 竟然还拥有了 能够看清楚 小灵他们三个身上奇物的品质和效果 比如小灵身上的 袖珍宝石吊坠 四阶首领奇物 提升当前宿主69%目属性技能威力 恢复能量速度提高36% 随着小灵的实力提高 奇物的增幅效果也降低了 成员清楚记得 自己上一次实际测试的时候 奇物对小灵目属性的威力提升 应该是94%的振幅才对 不过能够如此直观看到奇物效果的感觉 成员还是感觉简直不要太爽 他终于不需要一个个去测试了 一眼扫过去就直接OK了 美滋滋 成员压下了 想要立马拿出自己几件大宝贝观看的冲动 缓步走到了几个小家伙的面前 或者说小飞鱼面前缓缓开口道 小家伙 我接下来要和你契约了 你准备好了吗 对于成员的这句话 小飞鱼忍不住看了一眼活化金属聚合体 眼中闪过一丝愧疚 随即小飞鱼便转向成员 坚定地点了点头 不 看到小飞鱼这样 成员嘴角微微扬起 成员伸出了自己的手 并把手贴到了小飞鱼的头上 开始闭眼用御兽之力勾连起自己和小飞鱼 签订契约时的阵法 再次从成员的脚底下浮现出 上面古老未知的文字 迸发出了强烈的光芒 将成员和小飞鱼包裹起来 因为害怕打扰到成员和小飞鱼 旁边的几个小家伙们连忙全部退了开来 随着契约进行 小飞鱼和成员感觉彼此越发清静起来 在成员的意识海中 一座属于小飞鱼的宠兽空间 开始浮现而出 小飞鱼宠兽空间的出现 也就意味着整个契约 已经来到了最后的尾声 伴随着成员接收到小飞鱼力量的反馈 契约的阵法也在成员脚下 缓慢隐没消失 契约结束后 成员便睁开了自己的双眼 笑着对小飞鱼说出了契约后的第一句话 从今天起 你就叫北明了 不 对此 小飞鱼没有意义 毫不犹豫点头答应下来 而成员取这个名字 也是有着其含义的 北明有鱼 其名为昆 昆之大 不知其几千里也 成员就是希望 小飞鱼以后 也能和昆一样强 契约一结束 小飞鱼鱼先是围着成员转了好几圈 就回到了小家伙那边 可能是因为契约的缘故 三小只一下子就觉得 小飞鱼亲近了许多 而小飞鱼 也同样有着这样的感受 几个小家伙 立马开始叽叽喳喳地聊了起来 对此 成员忍不住笑了笑 而很快 他的笑容就僵住了 只因成员冥冰之中 有一种感觉 那就是 自己还能契约一只宠兽 这种感觉很奇特 就很像人们常说的第六感 而终极欲兽师的第六感 一般都不会出错 想到这里 成员目光投向了 活化金属聚合体 想那么多干什么 试一试不就知道了 成员立马便对着 活化金属聚合体招招手 小家伙 你过来一下 对于成员的招手 活化金属聚合体 没有任何犹豫 他立马便蠕动着 自己软化的金属身躯 缓缓爬到成员的脚下 变化形态 昂起头好奇 妄想成员 在活化金属聚合体 爬过来的这段时间中 成员也在纠结自己 要不要和小家伙说 自己貌似 还能契约一只宠兽的事 毕竟这事 要是成功了还好 失败了多少有点尴尬 不过没有多久 成员心中就有了答案 成员打算实话实说 要是失败了 最多也只是尴尬 只要他不在意 那就啥问题都没有 小家伙们 也不会在意这些 而要是因为没有 和小家伙说 而导致小家伙 没有准备好奇约失败 那问题可就大了 到那个时候 就是成员和活化金属 聚合体双方 一起承受 契约失败的反噬之苦了 是的 契约失败也是 会有反噬的 因为契约是 双方灵魂层面上进行 所以 这股反噬 也将直接作用在 精神与灵魂之上 以双方总和精神除以二 反噬到双方身上 成员还好说 毕竟他是四阶战大头 除以二 代表他所承受的反噬 是在他自身实力之下的 至于活化金属聚合体 那可就惨了 他不只要承受 自身的所有反噬 还要承受很大一部分 来自成员这个四阶的力量 想到反噬的后果 且为了小家伙的安全考虑 成员蹲了下来 伸出手揉了揉 活化金属聚合体的头 开口道 小家伙 其实我还能契约一只宠兽 所以你准备好了吗 要是成员自己 都是用不确定的词汇 那多少还是会对 活化金属聚合体的精神 造成一定的心理影响 听到成员这么说 不只是活化金属聚合体 就是其他四个小家伙 都不由得一愣 因为他们都知道 御寿师每一阶 都只能契约一只宠兽的事实 不同于三小只 很早以前就知道 活化金属聚合体 则在前几天知道的 当时也是三小只和他说的 要他等到自己 御主成员五阶的那天 才能契约他这件事 而这个时候 却突然从成员的口中 听到他现在 还能契约一只宠兽 几个小家伙们 咋能不感到惊讶 不过惊讶归惊讶 小家伙们 还是很相信成员说的话的 他们认为 既然成员这么说 那么就一定是真的 活化金属聚合体变化形态 对成员点了点自己的小脑袋 表明了自己的态度 看到小家伙点头 成员深吸一口气道 那就让我们开始吧 说着 成员朝着面前的小家伙 伸出了自己的手 而小家伙 也十分配合地 成员的心里 不由地开始紧张起来 毕竟能不能真的 多契约一个 说实话 他的心里也没有底 他只是有一种 自己能多契约一个的感觉而已 不过这股紧张才出现 就立马又被成员给抛之脑后了 成员在内心对自己打气道 想那么多干啥 干就完了 能契约就契约 不能就不能 现在最重要的 就是集中精神 不是想这些有的没的 成员的眼神 开始变得坚定起来 他的手 也在这时按到了 活化金属聚合体变成的方块上 成员闭上眼睛 开始集中精神 勾连自身的御兽之力 朝着自己面前的小家伙身上 涌去 和刚才契约小飞鱼一样 二者的脚下 也出现契约时 才会出现的远古法阵 不需要睁眼 成员已经感受到了 这股熟悉的感觉 他明白 这是成了 自己竟然真的能够 多契约一只宠兽 其实 成员能够多契约一只宠兽 也是得益于 他的灵魂与众不同 就和前面突破时一样 成员的御兽之力 不管是数量 还浓度强度这些方面 都是由于常人的 就好比能量方块 也是两世为人的 成员专属能力 只有他那与众不同的 灵魂能量 才能进行制作 其他药剂师 就算得到配方 也没有足够的 灵魂条件制作 就好比普通 御兽师的御兽之力 无法满足条件 让他们成为药剂师一样 其他药剂师 也无法满足 制作能量方块的 灵魂条件 这就是一项成员的 专属能力 成员和活化金属 聚合体的契约 十分的顺利 没过多久 就顺利完成了 再次睁眼看向 面前的小方块时 成员倍感亲切 就好像 对方是自己 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和之前的那些 小家伙们一样 成员也为 活化金属聚合体 取了一个独属于 他的名字 从今天起 你就叫无畏吧 活化金属聚合体 或者说无畏变化形态 对着成员点了点头 而这个名字 自然也有其含义 一是希望小家伙 在无畏点头 接受自己的名字时 成员则面带着 淡淡的微笑 而这微笑 其实只是表象 成员的心理 其实早就已经乐疯了 四街御寿施 却契约了第五只宠兽 这种前所未有之事 竟然发生在了他的身上 这如何能让成员不高兴 谁又不希望 自己比别人强 谁又不希望 自己比别人更加优秀呢 谁又不希望 自己超突于众人呢 当然高兴归高兴 成员的思想 还是很理智的 他明白自己 又多了一个 不能说的秘密 而且这个秘密 是如此让人震撼 不过这种 无法和人分享的感觉 也让成员十分难受 成员甚至开始考虑 自己要不要 和自己爷爷聊了聊 虽然他并不清楚 自己爷爷的具体情况 通过两次幼崽之事 成员明白 自家爷爷绝对 不像表面这么简单 自己绝对不是 什么普通的富三代 他老人家 绝对藏着某些大秘密 这个秘密 可能自己老爸老妈 都不知道的 相对的 自己爷爷的实力 也绝对不叠 要不然 也不会搞到 说不定会知道 自己这种情况是咋回事 也说不定 而且自家爷爷就算知道了 也会为自己保守秘密 根本就不存在泄密的风险 想到这里 成员的脸色 开始不断变换起来 他极想找陈老爷子 好好聊聊 可转念一想 却又觉得 这是可能会给自家爷爷 带来不必要的烦恼 一时之间 忍不住陷入了纠结之中 经过一番思想斗争之后 成员决定 暂时还是不要去 劳烦自己爷爷了 他老人家 特意没有表露 自己的实力和背景 应该是有什么苦衷的 自己还是不要 给他老人家增加压力 而想到苦衷两个字 成员就不由地想起 前世看过的小说剧情 仇家 隐忍 复仇 成员摇了摇头 把这些乱七八糟的想法 统统全部甩住了自己的大脑 就在他摇头之际 小家伙们也围了过来 他们没有发出声音 只是一脸好奇地看看成员 又看看无味 虽然小家伙们 十分相信成员所说的话 可是见到自家御兽师 竟然真的契约了第五只重兽 几个小家伙 还是感到很惊讶 与此同时 小家伙们也很开心 或者说是骄傲 骄傲于自己家的御主 与众不同和强大 要不然 为啥别人只能四个 而自己御主可以五个 别说了 一定是自己御主 比其他人强和优秀 同一时间 成员在自己的心灵链接里 听到了小林的声音 御主真厉害 这让成员的嘴角 不由自主地勾起了一丝弧度 多契约一只重兽 本来就心情大好的成员 好心情直接在上一层欧 成员打算犒劳一下 自家的小家伙们 同时也是为了 自己新契约的小伙伴庆祝 庆祝他们 加入自己这个大家庭 想了想 成员一声不吭地离开了房间 再回来时 他的手里 已经拿着一罐装着洁白 且散发微微荧光液体的 透明大罐子 这个透明大罐子还挺大的 看起来最起码也有五升容量 这个东西 正是成员在系统商城的 宠兽美食目录中兑换的 刚才成员离开 就是去拿能量核心 换能量点 成员拿在手里的这个美食 是一种叫做 灵魂高潮的宠兽美食 在描述之中 这玩意所有宠兽都喜欢 就算机械宠兽也是一样 毕竟这玩意的美味 是作用在精神上的 如此优秀的美食 其价格自然不会低 实能量点 是的 这个大罐子实能量点 也就是25颗 价值50万的能量核心 总价值1250万 说实话 这个价格就算是小土豪成员 也是有点肉痛的 不过今天开心 一次契约了两只宠兽 成员便打算奢侈一把 让小家伙们好好开心开心 不过对于小家伙们 会不会喜欢这玩意 成员其实心里也没底 不过这毕竟是系统出品的宠兽美食 而且还这么贵 想来应该不会很差才是 而五个小家伙 看到成员抱着的这么个大玩意走进来 都立马好奇地围了上来 叽叽喳喳叫着 救命 卡 死 不 小家伙们能感觉到 自身对自己玉主手中之物的渴求 而且这些液体又荧光闪闪的 是那么的漂亮和好看 小林的话语 成员第一时间就靠着心灵链接读懂了 简短的三个字 这是啥 这三个字 配合上小林手指头放在嘴边的模样 直接差点让成员笑出声 这模样属实是太像那些贪吃的人类幼崽了 至于其他小家伙的话 成员则是一点都听不懂 不过虽然听不懂 可是小家伙们的模样和渴望 成员还是能大体了解 他们在想啥 成员没有开口说话 而是用意念对着几个小家伙的心灵链接道 这是好吃的 一下子 小家伙们的眼神就全部亮了起来 虽然心中早有猜测 可是得到自己玉主的肯定后 小家伙们还是都激动了起来 就连无畏也是 虽然他没有味觉 不过他能感受到自身对这个东西的渴望 是的 几个小家伙 是可以收到成员传递过来的心灵链接消息的 不过 这只是单方面的 他们能收到成员这个四阶心灵传输过来的消息 可是却不能发出消息 要想发出消息 小家伙们还是要到了四阶才可以做到 现在 他们只能接受成员和小灵发来的心灵链接消息 没错 小灵身为成员的宠兽 也可以给其他小伙伴们传输心灵消息 这是同一个玉主下的宠兽 在达到四阶后都能做到的 之前陈老爷子的那条龙和侦察宠兽 就是靠着这样互相传输消息 来锁定岳天明那些末日教会人员位置的 看到急不可待的小家伙们 成员也不墨迹 立马放下了自己手上的罐子 并打开了袋子 身为预售师 陈元还是很宠小家伙们的 打开的一瞬间 一股诱人的气息就飘了出来 让几个小家伙一瞬间就沉迷其中 这时候 陈元才像想起了什么一样 一拍脑门道 你们等我一下 我去拿几个网过来 走到门口 陈元回头看着几个小家伙 又叮嘱了一句 记住等我回来 不许偷吃哦 对此 小家伙们能说什么 他们自然是连连点头 表示同意 陈元这才点点头 满意离开 他相信 小家伙们不会言而无信的 而陈元一走 几个小家伙就开始你看我 我看你 比如 小灵示意金闪闪去尝尝 金闪闪则看向幻影 幻影看向北明 北明看向吴卫 吴卫看向小灵 他觉得 应该让大姐头 起到带头作用 其他小家伙 看到吴卫看向小灵 也都朝着他看去 卡 死 不 意思是 你是老大 你先上 老大应该先吃 在大家的目光的注视 和面前置物的诱惑下 小灵妥协了 他开始朝着大罐子飞起 准备先捞一口尝尝再说 给小伙伴们做个表率 就在小灵来到罐子边缘 伸手去捞那散发着微光的 洁白液体之时 门被打开了 同时伴随着一句 小家伙们久等了 我拿碗回来了 说着 陈元还显白式地 摇了摇自己的手 以彰显自己手上抓着的碗 然后陈元就看到了 趴在大罐子边缘的小灵 和他那伸向大罐子液体的小手 瞬间陈元的手停止了摇动 陈元 小灵 小灵连忙开口叫道 救咪 事情不是你想的这样子的 是手他自己动了 和我没关系 对于小灵的举动 还有他的辩解 陈元嘴角微抽 不过并没有说啥 小孩子嘛 贪吃点很正常 小灵以前也没少托斥能量方块 所以 陈元情绪稳定 甚至他笑的表情 都没有发生任何变化 小家伙看着陈元靠近 在他来到小家伙们面前时 陈元便把手上的五个碗 分别摆放到了几个小家伙面前 好了 我先把碗全都倒满了 大家在一起喝知道吗 小家伙们自然没有反驳 连连点头 看到小家伙们点头 陈元很满意 他抬起装有 灵魂高潮的大罐子 率先倒向小灵面前的碗中 看到自己面前碗中 散发的诱人香气 小灵顿感口水直流 而其他小家伙 也不由得被小灵面前的碗中物 吸引了目光 不过他们并不急 因为他们知道自己也会有 寓主绝对不会赏他们的美食 按照契约顺序 陈元给自家宠兽面前的碗 都倒满了名为 灵魂高潮的液体 就在轮到无味的时候 小家伙突然动了 把自己面前的碗 推给了陈元 然后自己摇身一变 变成了一个碗的形状 这一幕让陈元微微一愣 然后笑骂了一声 小机灵鬼 笑骂的同时 陈元还是把灵魂高潮 倒在了无味变成的碗里面 其他四个小家伙 看到这一幕 直接把眼巴巴的目光 看向陈元 好了 都喝吧 要是喝得下 这里还有吗 说着 陈元轻轻拍了拍 自己手上的大罐子 听到这句话 小家伙们 哪里还能忍得住 直接对着自己面前的碗 蹲蹲蹲起来 只是一口 小家伙们就全部眼前一亮 而变成碗的无味 更是整个碗都开始颤抖起来 在美味的刺激下 小家伙纷纷开心地叫了起来 真是太好吃了 和这个比起来 原本的大蜂蜜就是垃圾 我决定了 我以后就吃这个了 听到小灵的心灵链接 陈元忍不住嘴角一抽 她的脑海里 不由地浮现出了一行字 金甲蜂蜂蜜 从前叫人家小甜甜 现在我就成垃圾了是吧 果然爱是会消失的对吗 就在陈元胡思乱想之际 救命 小灵的叫声 把她发散的思绪 给拉了回来 玉主你也尝尝 这个真的真的很好喝 说着 小灵抓着手上 那和她差不多大的碗 递向陈元 一脸期待看着她 小灵确实想要陈元尝尝 因为这个确实非常好喝 而且喝起来很舒服 整个脑袋 就好像做了一整套大宝剑一样 当然 小灵的目的 也并不是完全单纯的 其中 还掺杂着一点点 无伤大雅的小心机 在小灵的设想中 这玩意绝对不便宜 要不然 自己玉主 不会这个时候才拿出来 只有让自己玉主喜欢上 自己才可以经常吃的 要不然 恐怕只能继续回去 吃垃圾大蜂蜜了 陈元不知道小灵的小心机 不过闻着小灵递过来的碗 陈元也不自觉地 终于陈元沦陷了 他决定尝一口试试看 不过 小灵递过来的碗 他并没有接 而是拿起那个 无味没有用上的碗表示 不用啊 我用这个就行了 这碗还是你自己喝吧 听到陈元这么说 小灵乖巧地点点头 一只手拿着碗 另一只手则伸到背后 对着其他几个小家伙们 比了一个叶 而四个小家伙们 在看到陈元说话时 就已经在心里乐开了话 原来就在刚才 小灵便通过心灵链接 对着其他四个小家伙 诉说了自己的小心机和计划 对此小家伙们 自然是一致认同 不过陈元就在一边 所以小家伙们都没有出声 陈元不知道 自己竟然被自家的宠兽 给算计了 不过就算知道了 陈元也不会说什么 最多也就和刚才无味一样 笑骂一句小机灵鬼而已 就这样 陈元给自己 也倒了一碗 灵魂高潮的液体 他拿起来 并没有立刻就进行饮用 而是把碗凑近鼻子 好好闻了闻 感受那股美妙的香气 而小家伙们 都在喝着面前之物的同时 用着眼角余光偷看陈元 陈元已经四接 感觉自然无比敏感 第一时间就发现了 小家伙们的视线 这让他心中有点小疑惑 甚至感觉 这些小家伙 是不是在背地里 偷偷搞着什么鬼 要不然 干啥这么鬼鬼祟祟的 第一时间 小灵就注意到了 陈元眼中的狐疑之色 立马就通过心灵链接 大骂自己的几个小伙伴 是傻逼 对此 其他四个小家伙能说啥 只能心里委屈地 低下自己的头 不敢再用眼角余光 看向自己的狱主 陈元用狐疑的眼光 扫了扫几个低头干饭的小家伙 看到他们并没有什么动静 也就没有再去多想 在闻了一口气香味后 陈元也打算正式饮用 这碗灵魂高潮 他把碗往下移了一点点 对着自己的嘴 就直接灌下一大口 瞬间各种美妙的味道 就在陈元的口中爆裂开来 而这股味道 不止作用于口腔 其更作用于大脑与灵魂之中 一瞬间 陈元就仿佛感觉到了炉内高潮 灵魂高潮实至名归 不过就在享受着这美味感觉之时 陈元的脸色也是忍不住一变 他感觉到自己的玉兽之力增长了 当然这个变化并不大 对比陈元的实力 只有非常可怜的一丢丢 甚至连九牛一毛都算不上 可是这还是让陈元忍不住色变 他看着手上的灵魂高潮 满脸震惊之色 陈元是万万没想到系统的实物 竟然还有如此神奇之功效 陈元不是笨人 相反他很聪明 第一时间他就联想到了一件事 既然这灵魂高潮有这样神奇的效果 那其他的食物 是不是也分别拥有着其他不同的功效呢 这个猜想才出来 陈元就已经在内心 直接使垂了这个答案 陈元明白自己小看了 这些系统里面的宠兽美食 它们根本就不是好吃那么简单 其主要作用 也不是给小家伙们改善伙食 这些食物 拥有额外强化宠兽实力的作用 甚至这种作用 还可以用在自己的身上 一瞬间 陈元开始庆幸起来 庆幸自己喝下了这一口 也更庆幸小林让自己喝 要不然 可能就错过这个额外变强的机会了 毕竟这么贵的食物 就算是现在的陈元 也不会经常买来给自己宠兽吃喝的 最多十天半月 或者犒劳自家宠兽时 才有可能会去搞这些 不过现在不一样了 现在陈元的看法已经产生了改变 他觉得自己应该尽可能地 去多搞能量点 多多换取这些食物才是 陈元喝下灵魂高潮的的时候 喉咙发出吞咽声 立马就引起了小家伙们的注意 小家伙们知道自己的御主 纷纷抬起头 想要第一时间看看陈元的表情 到底是开心喜欢的表情 还是皱眉厌恶的表情 抬起头的小家伙们 第一时间就看到了满脸严肃表情的陈元 一瞬间 小家伙们的心里全都不由地咯蹦一声 完了 BBQ了 自己御主可能并不喜欢这个美食 以后 他可能再也不会去买这好吃的东西了 就在小家伙们把心提起来的时候 陈元的脸色突然一变 上一秒还满脸严肃的表情 在下一秒立马转换成了满脸笑容 同时陈元意味深长笑道 这东西可真是好喝啊 多亏了小林你了 要不然 我可能就错过了 陈元一语双关 小家伙们自然听不懂 小家伙们 也根本就不需要懂那么多 对他们来说 自己御主也喜欢这个 那就已经足够了 这好喝的东西 以后有着落了 哪怕不能天天喝 御主嘴馋喝的时候 也一定不会忘记自己几个的 想到这里 小家伙们顿赶口水 都忍不住留下来了 他们赶忙喝了口自己碗里的灵魂高潮 嗯 就是这个味道 一个自爽 最终这一整罐灵魂高潮 都在小家伙和陈元的协力之下 被直接全部喝完了 小家伙们在喝完后 就趴到一起睡觉去了 小家伙都有点醉了 是的 这个灵魂高潮并不是什么果汁 反而是更像酒一类的玩意 虽然能提振精神 可是也会让人昏昏欲睡 当然不是酒后的那种 脑壳疼的感觉 而是非常舒适的一种体验 就好像有人 在耳边唱摇篮曲 哄你入睡的那样 陈元也有喝 自然也有这样的感觉 不过大部分都是几个小家伙喝了 陈元只喝了一小碗 所以他的这种感觉并不是很强烈 看到小家伙们都睡着了 陈元简单收拾了一下碗 就起身离开了 走之前 还帮小家伙们轻轻带上了门 陈元先是把自己和小家伙们 用过的碗洗干净 本来陈元是想把碗放回碗柜的 可是后来想了想 陈元便把碗直接收到了 自己的储物吊坠之中 不用说 以后肯定会长期使用商城里的宠兽美食 既然如此 还是多带上几个碗 会比较方便一些 特别是在秘境的时候 擦干净手 陈元回到了自己的房间 他打算进行一项测试 测试一下 三阶术果和三阶能量方块 分别能够换取多少的能量点 来到自己的书桌面前坐下 陈元手一挥 桌面上出现了一个三阶术果 和一个能量方块 这三阶术果是陈元仅剩的一颗 因为嫌弃一颗术果 只可以做一个能量方块 年前懒得动手的陈元 就把它保留了下来 这下也算是歪打正着 正好可以满足陈元测试的需求 现在就让我看看 术果和能量方块 分别能兑换多少能量点吧 陈元率先抓住桌上的术果 随着星面移动 三阶术果便消失在了陈元的手中 与此同时 系统面板上 陈元的能量点也增加了0.01数值 这个结果让陈元微微皱眉 用术果换有点亏啊 三阶术果最便宜的都在13000以上 一些品项好的 甚至可以达到2万以上 而陈元拿来换的这颗品项不错 毕竟他不缺钱 术果自然都是选好的 品质好的术果 能出产更多的能量方块 有时甚至可以提高四成的产量 而品项差的 则会降低能量方块产能 陈元最愁的就是 储物装备不够大 不够能装 那自然是越高品质越好 而按照市场价 他手上的这个术果 起码价值2万 不过秘境堡垒 一直都有给陈元的草药和术果打折 所以他买的时候 只花了1.6万 要想等于50万一颗的能量核心 兑换的0.4点数 术果要40颗 也就是64万 二个字 血亏 在确认了术果换能量点不太行后 陈元把目光投向了能量方块 陈元再次重复刚才的流程 伸手抓住能量方块 再次启动了兑换 随着能量方块消失 系统界面上的能量点也发生了变化 或许是精纯能量更加值钱 这次能量点增加了0.05数值 是术果的整整五倍 看到这个结果 陈元摇摇头 叹了一口气 这个结果 在陈元看来还是亏了 制成能量方块后 看起来貌似价值翻了五倍写传 可是账面却不能这么算 能量方块的制作 是需要消耗陈元大量预售之力 和时间精力的 这些都是隐性成本 总体来说 还是不咋滑得来 感觉术果和能量方块都不太行的陈元 开始开动自己的小脑袋 思考其他能够用来换取能量点的东西 其中自然也包括野生宠兽的身体 毕竟宠兽的肉体 也是富含能量的嘛 以前他不要那是来回搬运划不来 可现在不一样啊 有了系统换能量点的手段 这些宠兽尸体那可都是钱啊 而且在猎杀这些野生宠兽的时候 还可以给自己的小家伙们 锻炼战斗技巧变强 这也是一件一举多得的好事不会吗 不过目前陈元也只是想想而已 他暂时还不打算去密警猎杀宠兽 至少在金闪闪和幻影 完成突破之前不想 战场上突破多少 还是有点危险的 为了安全起见 还是等等再说 而且在小灵突破的现在 金闪闪和幻影这两个小家伙的突破 最多也就是这一两天的事了 既然如此 还不如等等再说 至于现在这两天时间 陈元自然有自己的其他打算 他站起身朝着屋外走去 他打算去密警堡垒一趟 第一是去确认一下 自己悬赏东西的进度 毕竟北明和吴卫两个小家伙 在经过这几天时间后 等级再次分别提升了二级 已经越发临近净化等级了 陈元要去确认一下 自己悬赏任务的进展 第二则是去把年前 制作好的药剂处理一下 外加购买一批新的材料 来制作新的药剂 没办法 虽然靠着年前那一波 一天就赚了几千万 几天时间就赚了几个亿 可是现在陈元还是感觉 钱越来越不够花了 所以能多赚一点是一点吧 在陈元前往密警堡垒的时候 末日教会那些 接受了南区主教任务的 末日教徒们 才刚刚开始自己等人的行动 此刻距离南区主教 发布调查任务 已经过去了大半个月的时间 而他们却还在临安省内 不过这也没办法的是 谁叫南区主教 发布这项命令的时候 已经接近年关 这个时候在跑区 貌似有超级大佬存在的地方 那和自爆家门有啥区别 所以为了安全起见 他们便定下了 今天初八在行动 当然这个是 他们一开始 也和南区主教说过 毕竟老大要是不理解 以为他们在摸鱼 到时候惩罚他们 那他们不是血骂亏了 而对于这些人提出的这些 南区主教自然也理解 甚至南区主教 很满意他们的这份小心谨慎 在南区主教看来 潜入敌后 需要就是这份小心 所以他想都没想 就直接同意了几人的请求彤 毕竟都迟了这么久了 再晚一点也没多大问题 不是吗 还好末日教会的那些高级御寿师们 已经被陈老爷子 给提前送走了 要不然 遇到这样的调查和志愿速度 那还不要直接活活气死 感谢陈老爷子 送了他们一程 这才让月天明一伙人 不用受末日教会 这归宿救援的鸟气 陈渊一来到秘境堡垒 就是直接找上了吕涛 清空了自己的年底 最后一批药剂存货 再一次入账几千万 听着手机爆出来的到账信息 陈渊只感觉格外清脆悦耳 可能这就是小钱钱的魅力吧 当陈渊离开吕涛办公室 来到人物悬赏处时 这里还是一如既往的冷清 柜台小姐姐 兰德今天没有玩手机 正因为他今天没有在玩手机 所以第一时间 他便看到了陈渊朝自己走过来 小姐姐立马做好身形 开始在自己面前的键盘上 陈渊来肯定和悬赏任务有关 所以柜台小姐姐 索性就先把有关陈渊的悬赏界面打开再说 事情也正如小姐姐所预料的一样 陈渊来到悬赏处 柜台的第一句话便是 麻烦帮我查一下 我之前的悬赏的东西 进度咋样了 说话间 陈渊还露出一个微笑 拜托别人帮忙 态度必须要端正 这是礼貌 早有准备的柜台小姐姐 自然不会被陈渊的这个问题问住 他立马就微笑着 说出了陈渊想要的讯息 大师是这样的 你要的水质结晶和浮空石 已经有人提交任务了 预计分别会在明天或者后天就能到货 至于物资金属和裂变石 暂时还没有人提交任务 不过在这两样物资的产地密境 已经分别有几个人已经接取任务 因为你要的是集品 所以可能还需要一点时间 听到这句话 陈渊忍不住一息 虽然还有两个没到手 不过既然产地有人接了任务 那就说明最多也就是这几天的手 集中水质结晶和浮空石 正是北明的净化道具 而物资金属和裂变石则是无味的 裂变石也是一种很常用的净化材料 一般常用于多头净化 比如幻影上一次净化 如果陈渊选择了双头影幻蛇 那么就需要用到裂变石这玩意 在得知两个小家伙的净化材料 都已经有着落的当下 陈渊自然关心起小灵 那还没有消息的自然之心 对了 还要麻烦你再帮我看一下 自然之心现在有消息了没有 这句话一出口 小姐姐的笑容就微微僵住了 看到电脑上的信息 柜台小姐姐不由地感觉脑磕疼 只因这么久 时间过去了 陈渊想要的高品质自然之心 还是一个交任务的都没有 对此 柜台小姐姐自然也没办法 她只能选择直接实话实说 大师 自然之心暂时还没有消息 小姐姐在说出这句话的时候 声音逐渐变小 最后甚至都有点小心翼翼起来 她是怕刺激到陈渊 毕竟很多脾气暴躁的预售师 经常会因为一点延误而大发雷霆 当然 柜台小姐姐没遇到过 她是在去省城培训时 听那的导师说的 不过小姐姐完全是多虑了 陈渊并不是那种人 听到这句话 陈渊没有多说什么 只是点点头留下一句 我知道了 麻烦你到时候和上次一样 在那两件货物到达之后 给我打个电话或者发个短信 对此 小姐姐自然不会拒绝 直接点头答应下来 说完这些 陈渊就离开了 陈渊也知道 自然之心不好搞 更别提高品质 可是这么久 一个消息都没有 还是让陈渊不由地感到一丝失望 甚至她的脑海 都不由地冒出了 想要放弃的想法 不过这个想法 才出现 就被陈渊抛之脑后了 毕竟完美主义者的她 还是希望能给自己的宠兽用最好的 哎 过两天再看一下吧 实在不行 到时候再加价吧 陈渊叹息的时候 她也走到了销售处门口 没有犹豫 陈渊直接走了进去 半个小时后 她重新走了出来 本来不至于这么花时间 这次这么久 主要是陈渊又额外采购了一些 四阶药材和树果 导致小姐姐 为了挑选符合陈渊要求的货物 花了不少时间 搞定这些后 陈渊便离开了秘境堡垒 踏上回家之路 一回到家 陈渊便开始着手炼制药剂 她没有急于炼制四阶药剂 反而是从最低阶的一阶药草 开始炼制起来 来得自己找找感觉 虽然陈渊没有接受过 药剂学系统性教育 缺少了很多药剂学知识 可是 随着无数次炼制药剂 她的经验和感悟 也远不是那些理论派药剂 是能比拟的 很快 第一份二十五瓶一阶药剂 便在陈渊手上完成了 而陈渊并没有急于装起来 而是闭上眼 开始回想刚才炼制的过程 四阶后再一次炼药 陈渊又有了一些 属于她自己的感悟 直到许久后 陈渊才再次睁开眼睛 陈渊现如今致炼一阶药剂 就宛如学生重新学习 自己以前学过的课程一样 这些感悟 也正好应了那句话 温故而知心 重新睁眼的陈渊 开始把这一批次二十五瓶药剂 给装到了一旁的小瓶子 陈渊再次拿出一份 能够一次性炼制 二十五瓶分量的一阶药草来 开始了第二次炼制 在枯燥的炼制过程中 就算是认真如陈渊 也不免在长时间炼制中 有点精神发散 此刻她的脑海里 正在想着一件事 如果把无畏叫过来 荡打下手 那自己是不是能提高 一部分炼药的效率 毕竟小家伙有个物体 操控技能 叫他控制拿东西 或移走东西 还是很方便的 不过想归想 陈渊明白 现在叫无畏帮忙还不行 最起码要先让小家伙 在秘境里锻炼一番再说 特别是控制物体的能力 必须要好好锻炼一下 要不然 到时候小家伙一个没控制好力道 把自己的炼药室 搞得乱七八糟 那到时候 还不是要自己收拾 那才叫做血亏 正当陈渊 想着这些有的没的之时 他的裤兜之中的手机 却突然响了起来 说巧不巧 陈渊刚好炼制完这一批药剂 所以他没有耽搁 立马掏出了自己 放在裤兜中的手机 拿出手机的陈渊定睛一看 只见屏幕上 正显示着吕秘书三个大字 这让陈渊不由感慨 吕秘书这办事效率 可真是快啊 对于吕涛找自己啥事 陈渊心里已经有所估计 如果估计没有错的话 那应该和今早在对方办公室 说的那件事有关 陈渊不敢怠慢 立马接起了电话 喂 吕秘书 大师麻烦您 过来开下地下室的正门 你要的东西 现在已经运过来了 好的 我马上过去 说着 陈渊就挂断了电话 以最快的速度 马里地把药剂装平 甚至因为急切 陈渊还洒了一点 依靠超快的速度 陈渊仅用不到一分钟 就装好了24瓶药剂 并封上了盖子 做完这些 陈渊便一路小跑到了 自己地下基地的正门前 这个门有点类似于 科幻电影中的那种金属大门 十分大气 且富有美感 不过很可惜 这个门自从这个地下基地建好之后 陈渊就再也没有开启过 陈渊上前用眼睛 对对准了大门上的红魔扫描器 同时手也按向了边上的指纹识别 这个大门绑定了陈渊的红魔和指纹 必须拥有陈渊的红魔和指纹 才能开启 当然有实力 直接干随着高能金属的猛人猛兽 不在此脸 随着陈渊 用自己的红魔和指纹解锁 大门也在巨大的轰鸣声中 朝着两边缓缓打开 一开门 陈渊就看到了吕涛 吕秘书 这让陈渊有点小意外 他本以为吕涛最多就是派个人 把安装团队带过来 没想到 对方竟然还亲自过来了 陈渊的脑海里面 不由冒出一句话 秘境的统领秘书 都这么闲的吗 吕涛不知道陈渊的想法 要是知道了 嘴角一抽 肯定是少不了的 大师 您准备把这些东西 装在那个房间里 说着 吕涛指向了在身后 陈渊顺着吕涛锁指的方向看过去 只见一人正在指挥着石头人宠兽 从大卡车的货箱上 往下卸着一件件大型物体 这些物体都不小 分量一看就知道非常重 不过在宠兽的帮忙下 这重量并不是什么大问题 石头人宠兽的御主 其实正是一旁指挥邂后的工人 陈渊看了一眼后 很快就收回了自己的目光 抬手指向一个离门口比较近的空房间 就选那一间吧 比较近一些 免得让他人多收来 吕涛点点头 道了一声好 然便走过去和带头之人交谈了一番 带头之人在和吕涛交谈中 还时不时点头 表示自己晓得 事情很顺利 在石头人把东西搬到陈渊所指的房间后 负责安装的工人就立马开始进行安装 他们也是老师傅了 动作自然也格外麻烈 而陈渊则在一旁和吕涛闲聊着 就在两人相谈甚欢的时候 吕涛突然转移话题 开口说出了 自己今早就一直想要说的话 大师是这样的 你锻造奇物的话 能不能直接提供给我们秘境 吕涛的这个想法 其实早在陈渊早上找他卖药剂 并拜托他帮忙搞一套奇物锻造设备时就有了 一个人买奇物设备 为了啥自然不言而喻 总不可能是买来落灰的吧 所以只有一种可能 大师他准备锻造奇物 在意识到这一点后 吕涛就打定主意要和陈渊达成合作 而对于这件事 他也立马选择了上报 上报后 他也得到了陈傅的直接指示 之前没有好的开口时机 所以他暂时没有开口提出来 现在 趁着与陈渊聊的正欢 他便顺势提出了这个请求 对于吕涛的突然转移话题 陈渊的表情没有任何变化 对方会提这个早就在他的预料之中 而且 就算吕涛不提 陈渊也会提 此刻吕涛提出来 可以说是正中陈渊的下怀 毕竟致恋奇物肯定不是一朝一夕 那是需要多多进行锻造的事 也只有这样才能提高自己的记忆 这样的话 就代表会出现很多陈渊 自己看不上的奇物 这些奇物 陈渊不可能都丢在自己家里落灰 肯定是要处理掉的 而需求最大的 毫无疑问 就是秘境堡垒 虽然奇物很贵 可是也不要小看秘境里的土豪 冒险者里面穷的是多 可土豪也不在少数 而且 秘境守卫们的购买能力也不低 守卫是危险职业 其薪资水平自然不低 而且实力越高 薪水也越高 终极预售师的守卫 月入几十万根本不算什么 这还不算补贴和奖励什么的 如此有钱或高收入的众人 自然不缺奇物 身上多少都会有那么一两件 但是这并不代表 他们就不需要其他奇物了 毕竟谁会嫌弃自己 身上的保命道具多呢 而且 安宁镇是个小镇 虽然镇挺大的 可说到底 它还是个镇 这附近其他村镇 倒是也有两三个药剂师 可却没有什么会锻造奇物的奇物大师 自然就不会有什么奇物产出 想要奇物 一般只能到外面采购 这也导致奇物购买的麻烦 如果本地能出个奇物师 那将会方便很多 而和药剂师一样 奇物师也是个极少数职业 比起药剂师 奇物师更加少 这主要有两个原因 一是实力 奇物师需要四阶实力 或者无限接近四阶的三阶巅峰实力 只有这样 才能拥有足够锻造奇物的预售之力 二是钱财 奇物师一上手 就是几十万的能量核心 成功了还好说 失败了加上其他材料 一次性可能就是百万以上 正是这两个原因 导致了真正能有所成就的奇物师 格外低少 当然 有些商人也会投资奇物师 给他烧钱 然后换取对方帮其打工多少年 不过这样的事 毕竟是少数 只因很多奇物师 那是真心没有天赋 在经过长时间的锻造后 依然还是保持着感人的成功率 这种时候 投资的商人就注定 要直接哭晕在厕所里了 不管从哪方面想 答应吕涛的要求 都是对陈渊百利尔无遗害 更别提陈渊他自己也希望能这样 毕竟这样子能省出许多时间 让陈渊有更多的精力 去忙活自己的事 所以 陈渊伸出手 笑着对吕涛开口道 当然没问题 合作愉快吕秘书 看到陈渊伸出的手 再听到陈渊说的话 吕涛这个人精 哪里还能不明白 这是什么意思 他立马便握住了陈渊伸出的手 满脸笑容激动道 合作愉快大师 说完合作愉快 吕涛脸色一正 继续对着陈渊开口道 大师为了感谢您的理解和协助 我们秘境堡垒方 愿意以市场加议价 50%的价格来和您进行收购 对于吕涛的这句话 陈渊眨眨眼 小脑袋瓜子有点猛 这一幕是如此熟悉 就像陈渊梦回几个月前 第一次见到吕涛的那个时候 同时 陈渊也不免心中有点感慨 这吕秘书和秘境高层 实在是太会做人了 这么高的议价 陈渊不用想 都知道这后面 有秘境高层的事宜 不过对方一来就给这么大的好处 多少还是让陈渊汗颜啊 毕竟无功不受禄 陈渊不可能无缘无故 就收对方这么大的好处 更别说陈渊也清楚 自己一开始铸造的奇物 八成还不是什么好货 考虑到这些陈渊 直接摇头拒绝道 这可不行 我奇物一次都没做过 也不知道 自己到底能做到啥样 你们不压低价结算也就算了 那还能溢价50%这么高收购 这我实在是让我受之有愧 还是就按照市场价来吧 听到陈渊这么说 吕涛眼中露出了 果然如此的神色 只因溢价收购是陈傅下达的指示 就是为了让自家傻儿子 多赚点有钱花 虽然时间还不到 没法直接和傻儿子说出真相 可是作为长辈 哪里会不关心自己的后代呢 这也算是拐着弯 支援自家崽子了 可惜和上次见地下基地一样 陈渊并不领情 对于陈渊的拒绝 吕涛早有预计 陈渊的为人 经过这么多次的接触 吕涛也是清楚的 所以对于陈渊的不接受 吕涛一开始 就想好了应对之策和说辞 我明白大师您的想法 您是觉得自己占了便宜 其实大师您没看懂 我们秘境愿意出 50%这么高的溢价 也是有我们自己的目的和原因的 在说到50%这么高的溢价的时候 吕涛心里想的 却是陈傅今早说的那句话 收购那傻小子奇物这件事 你看着办就行了 反正溢价底线最低也要50% 你能多谈多少就多少吧 想到早上陈傅说的话 吕涛就感到扎心 同龄啊 多谈就别想了 让大师接受50% 都算我超常发挥了好不好 想着这些的同时 吕涛口中还在对着陈渊解释道 大师只要您供货给我们秘境堡垒 我们就可以凭借您那本地 独一无二的奇物货源 扩大影响力 而最重要的是 我们秘境堡垒 看中大师您未来的成就 低价奇物确实不是什么稀罕东西 可是这玩意到了高级 那就不一样了 所以这50% 就算是我们秘境堡垒 提前投资大师你吧 听到吕涛这么说 陈渊懂吗 说白了 对方看上的不是现在 而是以后 对此 陈渊陷入了沉思 不得不说 吕涛说的很有道理 而且 面对一家陈渊不心动吗 自然也是心动的 没人嫌弃自己钱多 特别还是最近 感到自己钱不够花的陈渊 他拒绝完全是因为觉得 占人便宜不太好 可是 如果对方也能因此获益 那么陈渊也就能心安理得 收下对方这份好意 吕涛看到陈渊陷入沉思 心里深深松了一口气 他明白 事情已经稳了 自己的任务完成了 为了陈渊多收钱 吕涛他实在太难了 这一整套说辞 可是他花了不少时间 才想出来的 期间还在脑中 进行了多次修改 就是为了说服陈渊 收下50%的一家 而说卖给秘境堡垒 还不是在老陈家 左手倒右手 其实收购这些东西 也是陈渊为了让自己崽子 能把节省的时间 放到更有意义的事情上去 当然不排除 这能够加强安宁镇守卫 和冒险者的保命实力 使安宁镇 更好地出现一些 高实力的人才 这样的话 陈渊自己 也能更好地摸鱼 和吕涛设想得差不多 陈渊经过一番思考后 既然如此 那就按吕秘书 你说得来吧 不过暂时 我还没有制作奇物的打算 可能要过上三个月时间再说 听到陈渊这么说 吕涛面色露出了恍然之色 吕涛觉得自己懂了 是的 他觉得 他已经猜到了真相 在吕涛的个人理解与猜测之中 应该是陈渊的实力还不到 大师他估计要三个月后 才能突破四街 所以才把时间定在了三个月后 等突破四街 再进行锻造奇物 想到这里 吕涛不禁有点头皮发麻 只因陈渊进阶太快了 在他看来 就算三个月后进阶 也是太快了 要知道 陈渊可是契约 才短短半年左右啊 这实力提升速度 让吕涛尴尬到 有点想找一块豆腐状 历经和陈渊比起来 他的实力增长速度 就是他喵的渣渣 顿时让吕涛感觉自己 活到狗身上去了 亏自己以前高中 还被别人叫天才 真是汗烟啊 可惜吕涛应该怎么都想不到 陈渊不是正在突破四街 而是已经四街了 之所以要三个月时间后 再进行奇物锻造 是陈渊想要先把奇物大全给读完 而为了读完奇物大全 那庞大的奇物知识宝库 陈渊最少也要花费 近乎一个月的时间 这还是不眠不休的那种才可以 而陈渊 自然不可能把所有时间 都用来读奇物大全 他还是需要制作药剂和上学 还有陪小家伙们去秘境 所以 陈渊才说 需要三个月 不过好在 随着突破终极预售师 陈渊的精力也越发充沛起来 现在他每天只需要睡一两个小时 就能维持一整天的精力 当然 这并不是说 终极预售师只能睡一两个小时 要是想睡觉 终极预售师 是可以睡八小时 或者十几个小时的 就算是高级预售师 也是这样 就比如 陈母天天都维持着十个小时以上的睡眠 还每月齐名美容觉 在陈渊和吕涛进行谈话期间 负责安装奇物铸造设备的师傅们 一起进行了一番简单的检查 确认误误后 陈渊便付款给了那跟着来的老板 直接结清了千万的货款 设备会这么贵 其实和材料有关系 毕竟铸造奇物这种超凡之物 肯定需要一些比较特别的材料 来制作其设备 要不然那高温 等下没有把特殊的高能量金属烧化 先把电磁加热设备给烧化了 那可就太尴尬了 可能是因为陈渊给钱实在太干脆 老板高兴坏了 当场就表示 让工人们帮忙陈渊 把卫生给搞干净 对此 安装工人和搬运工人不止不生气 还十分开心 只因这位老板表示 搞好了每个人发500元额外奖金 妈的 有钱拿还说什么 干就完了 在帮陈渊搞好卫生后 卖奇物铸造设备的老板 就带着一帮子人离开了 离开之前 他还给陈渊留下一张名片 表示有任何问题 打电话给他就行 保证立马派专人来解决 老板这么热情 陈渊也能理解 毕竟这种面向 奇物师少数群体的设备不好卖 老板自然要拉拢每一个客户 这可关系到他的前途 而且 对方可是奇物师啊 未来八成还会成为大人物 搞好点关系 总是没错 卖奇物设备的老板离开后 吕涛也提出了告辞的请求 毕竟秘境堡垒里面 还有不少是在等着他呢 陈渊也明白这些 所以并没有挽留吕涛 而是选择挥手告别 在所有人都离开后 陈渊便关上了地下基地的正门 回到了自己的制药室内 继续埋头制作药剂 炼制完一二三阶的材料后 陈渊便把目光投向了四阶材料 在经过前面材料的炼制练手后 他已经做好了准备 四阶和初级三阶大半炼制流程 其实都一样 只是多了一些的材料和手法而已 陈渊提起了自己所有的精神 全神贯注地 按照脑海中四阶药剂的制作流程 开始炼制起来 第一次炼制四阶药剂 陈渊不敢任何地松懈 炼制过程很顺利 没过多久 陈渊的第一批四阶药剂就出炉了 并不是极品品质 而是优良品质 不过就算这样 陈渊也是足够开心了 而且他相信自己下一次 一定能比刚才做得更好 就在陈渊准备再次开始炼制四阶药剂 挑战极品品质的时候 他那连通金闪闪和幻影的心灵链接 突然传递过来痛苦的情绪 这一情况 陈渊先是一愣 紧接着便是狂喜起来 有早上小林的前车之鉴 陈渊哪里还能不明白发生了什么 同一时间 陈渊也收到了来自小林的心灵通讯 御主 金闪闪和幻影 他们两个好像要突破了 情况就和我早上一样 这句话 直接实锤了陈渊的猜测 这种时候 陈渊哪还有心思炼制什么药剂 立马就冲到了小家伙们所在的房间 进入房间的第一时间 就看到了几个小家伙 此时的小家伙们 早已经全部醒来了 因为陈渊今天早上的示范 几个小家伙 也是有样学样 他们从柜子里 拿出之前陈渊放在里面的三阶能量方块 一个个击碎 释放出其中蕴含的精纯能量 来到房间之中的陈渊 看到这个情况 也放下心来 心中不由感慨到 小家伙们真聪明 陈渊转头看向了金闪闪和幻影 脸上立马就露出了果然如此的表情 和早上的小林一样 金闪闪和幻影的系统面板上 等级那一条 也挂着同样的说明 等级 三十 突破中 检测到该宠兽种族等级极高 进阶需要更多能量维持 说实话 两个小家伙这个时候突破 多少还是让陈渊有点小意外的 毕竟按照陈渊自己的预估 应该是 还需要一只二天时间才对 突然陈渊脑中灵光一闪 仿佛想到了什么 等等 既然宠兽突破 会给预售师带来反馈 那么预售师突破 是不是也是这样 因为我突破到了终极预售师 所以小家伙们 其实也得到了我的反馈 这一切只是陈渊的猜测 并不代表真就是这样 可是 就像是要验证陈渊的想法一样 北冥和吴渊却在这个时候升级了 两个小家伙的升级 点醒了陈渊 让他在心里有点实锤自己的想法了 因为两个小家伙的升级速度 比以前小林 还有金闪闪时期要快得多 要知道 那个时候的小林和金闪闪 可是一直都在进行实战的 这就很能说明问题了 金闪闪和幻影 在获得足够的能量加持之后 也闭上慢慢恢复了平静 陈渊和小林 还有北冥无畏都退了开来 以免打扰到金闪闪和幻影 小林我出去一趟马上回来 你先在这里照看一下金闪闪和幻影 对此 小林点点头 狱主你去吧 我会照顾好他们两个的 离开小家伙们所在的房间 陈渊来到了存放能量核心的房间 他打算再兑换一些能量点 用来换一些宠兽食物给小家伙们食用 不同于上次 陈渊这次打算换几种不同的美食 等陈渊再回来的时候 他的系统面板之上 已经比去时多了20点能量点 这代表陈渊又献祭了50颗 价值50万的能量核心 而说巧不巧 当陈渊走进房间的时候 金闪闪和幻影也完成了属于自己的突破 纷纷达到了四阶 随着而来的便是两个小家伙的反馈 大打加强数倍 这种力量暴增的感觉 让陈渊感觉如果三阶宠兽在他面前 他甚至都能用力气直接捶死对面 不对不能说感觉 应该说就是能直接捶死 获得三只四阶领主级别宠兽加持的陈渊 哪怕只有5%的加成 在身体素质上他已经完全不说那些三阶宠兽了 感受着身体内澎湃的力量质感 陈渊甚至有种想要立马冲到秘境里 找野生宠兽恋恋的冲动 不过今天时间毕竟不早了 陈渊只能做罢 一切等明天再说 陈渊是个想干就干的男人 第二天一大早 他便直冲秘境堡垒 陈渊打算和秘境里偶遇的野生宠兽们 好好交流一下物理这门学科 深刻交流一下经验 至于宠兽懂不懂物理 这个问题重要吗 陈渊懂不就行了 而且在见过陈渊后 野生宠兽们下辈子不就懂了吗 来到秘境堡垒后 陈渊先去了一趟吕涛办公室 清空了自己储物吊坠中的一二三阶药剂 这也算是陈渊的习惯了 基本每次来都要去找吕涛售卖药剂 这也是陈渊为了保证自己的空间奇物 能保持足够的地方用来装东西 卖完低阶药剂后 陈渊空间吊坠里的药剂 就仅剩下为数不多的四阶药剂了 当然这个为数不多 是对陈渊这家伙说的 在他这一天就能生产千瓶的人眼中 剩下的几十瓶药剂 自然算得上是为数不多 其实三阶药剂也是够陈渊自己用的了 历经堡垒很多四阶都在用他的三阶药剂 用过的全夸他药剂效果嘎嘎好 完全不输给其他人做的四阶药剂 可对于陈渊这个不差钱的主来说 明明有更好的 为啥要用差的呢 更好的 它不更香吗 进虫之森林前 陈渊又去了一趟自己熟悉的面包店 购买了一些面包 作为自己的午餐 买完面包 这才来到进门前 一脚跨了进去 伴随天旋地转 时隔大半个月 陈渊再次踏上了虫之森林的土地 一来到虫之森林 他抬腿朝着森林走去 在脱离其他人的视线后 陈渊便朝着虫之森林秘境深处奔去 有着四阶御寿师的实力 陈渊完全能够承受 疾风靴所带来的副作用 换句话说就是 陈渊现在已经完美掌控疾风靴的力量 凭借着疾风靴的加持 此刻他的速度 已经达到了惊人的一秒一百米 简直可以说是 人形闪电啊 一阶的宠兽 根本就看不到陈渊的身影 只能感觉自己面前有一道黑影 一缓而过 这一幕 吓得很多一阶宠兽 惊恐不已 虽然他们不知道 是什么东西 从自己面前一闪而过 可这恐怖的速度都在说明 这玩意绝不简单 也绝不是自己这种小材鸡 可以招惹的 只有跑 才能狗命 而狗命是他们最重要的一件事 只有狗住 才有未来 顿时许多一阶宠兽 连自己的食物都顾不上了 直接放弃跑路了 就怕慢了一步 被不知名的怪物给直接干掉 陈渊应该怎么都想不到 就因为他的狂奔 竟然还引发了这样的小插曲 而对于陈渊的吉尺 他肩膀上的小灵 依旧纹如泰山 不过认真看的话 还是能发现 小灵的身上 正散发着淡淡的绿色微光 吉封靴无视封阻的这个能力 只对陈渊 这个穿戴者起笑 对于肩膀上的小灵 自然是无效的 这倒不是小灵 无法承受这样的疯压 他自身速度 其实比陈渊还快 他这样做 只是为了把自己 固定在陈渊肩膀上 不过小灵 也不单单在用能量 抵御陈渊奔跑带来的疯压 他还在分神侦查着附近一切 虽然这是外围没有必要 可是小灵 已经在陈渊的教导下 养成了低调和谨慎的性格 时刻都在注意着 可能潜在的危险 而在四阶后 小灵的侦查范围 也进一步获得了提升 原本小灵 要在奇物帮助下 侦查范围才能破千 而现在 哪怕不用奇物 他也能达到两千的侦查半径 所有踏入这个范围的存在 都会被小灵感知与察觉 最少四阶以下是这样的 在陈渊的快速奔跑下 他很快就来到了二阶地界 不过陈渊并没有停留 而是直接选择了继续前进 并开始召唤其他几个小家伙 只因陈渊感觉在狂奔下去 不是明智之举 虽然有小灵在 并不会有什么太大的危险 可是为了稳妥起见 还是慢慢杀过去比较好 要不然在狂奔中 被阻击和偷袭 还是很难受的 随着几道亮光亮起来 其他四个小家伙 也全部出现在了陈渊面前 小家伙们一出来 就立马兴奋地看向四周 在看到前方的三阶宠兽后 金闪闪和幻影两个小家伙 立马就激动起来了 是的 对于为什么他们如此激动和兴奋 那是因为他们已经从陈渊那里 得知了昨天那些美食的真相 昨天在金闪闪和幻影突破后 陈渊便换了好几份宠兽美食 出来给小家伙们好好享受了一番 这几份宠兽美食 都是陈渊按照自己宠兽的喜好 或属性来挑选的 比如小灵是秘书星 金闪闪是金属果冻 幻影是泥或香菇肉 北明是泡泡彩红果 无味是灵魂金属块 此外 陈渊还又换了一罐灵魂高潮不出来 和小家伙们一起享用 这些美食一拿出来 就直接把小家伙们高兴坏了 他们纷纷口水直流 开心大叫起来 而在这个时候 陈渊也告知了小家伙们真相 这美食 其实都是用其他宠兽的能量核心 和尸体换到的 说出这些的时候 陈渊还严厉告诫几个小家伙 千万不要和宠兽说这些 免得对方告诉他们的御主 要是有其他人知道了 那这些美食 以后就都没了 虽然知道小家伙们不会乱说 可是该有的告诫 还是要有的 而在陈渊的吓唬下 小家伙们的反应 自然是连连点头 陈渊并没有试过 用宠兽尸体换能量点 不过 按照系统说明来看 毫无疑问是可以换的 毕竟上面写得很清楚 一切包含能量的物质 宠兽的身体 可是富含不少能量的 陈渊不幸会换不了 而得知真相的小家伙们 为了吃更多好吃的 自然格外充满斗志 放出几个小家伙后 能和陈渊直接心灵沟通的三小只 立马就对陈渊发了询问 御主 如果我们多干掉一点 那是不是也能多换一点 昨天那些好吃的呀 对于这样的请求 陈渊能说啥 那自然是大手一挥 直接答应下来 毕竟自家小家伙们有战意 那是好是不是吗 得到陈渊的回应 小家伙们更兴奋了 三小只还把这个好消息 告知给今天观战的北宁和吴伟 听到前辈们的传讯 两个小家伙很开心 此刻 几个小家伙看向前方的三阶地盘 眼神中充满了渴望 他们明白 前面有着无数宠兽等着他们 不过小家伙们的想法很简单 野生宠兽等于好吃的美食 陈渊并没有打算停留在三阶领域 他今天的目标很明确 那就是四阶领域 依靠着三小只领主级别的实力 外加四阶奇物的加持 陈渊相信在四阶领域 自己占据下一个位置 根本就不是什么问题 而且在四阶领域猎杀宠兽 既能获得更多的能量点收益 还能起到更好锻炼三小只的效果 同时 四阶领域这种高能量环境 更是对北冥和吴卫两个小家伙 有莫大的好处 在里面练习技能 同样是上上之选 可以说一举多得 当然 陈渊现在在三阶领域外围 想要去四阶领域 那肯定是要跨越三阶领域才行 对此 陈渊和小家伙们心中的想法 出奇的一致 那就是直接杀过去 杀出一条路来 顺便拿这些三阶宠兽们 先热个身 大半个月没来秘境了 正好缺个热身的 随着前进 有许多宠兽都盯上了陈渊一行 这些宠兽都待在树后 或者躲在暗处 他们的目光 正不停地在陈渊和其他四个小家伙身上 来回扫尸着 眼神之中充满了渴望之色 不过畏惧于金闪闪那猛烈的气势 他们一时间都没有轻举妄动 而小林和幻影就跟往常一样 全都收敛起自己的气势 装出一番我是菜鸡的模样 陈渊这个老六就更不要说了 低调和老鹰比 基本就是他的代名词 至于两个二阶的小家伙 他们收敛还是不收敛 都没有什么影响 在三阶宠兽看来 也是两个菜鸡 至于金闪闪他 就和往常一样 释放着自己的强烈气息 除非陈渊下令 要不然 他是不屑去隐藏自己气势的 而陈渊并没有去阻止金闪闪释放气势 因为他知道 最后这些宠兽 还是会忍不住扑上来的 本来正常来说 在感受到金闪闪那四阶的气势后 这些三阶宠兽应该会退去大半 毕竟四阶宠兽有多强 他们还是有点鼻鼠的 三阶领域和四阶领域接嚷着 许多宠兽都见过四阶宠兽的战斗 也都知道自己三阶和四阶的实力差距 是一条红豆 可是他们舍不得 只因小林 他们几个小家伙 还有陈渊 在他们眼中 都实在是太像了 所有野生宠兽 都有一种直觉 那就是 吃了面前的这些家伙 他们就会获得巨大的好处 之所以野生宠兽会有这样的感觉 那自然是有原因的 长期服用能量方块的小家伙们 身上的能量自不用说 那肯定是与众不同 格外精纯 这精纯的能量 对野生宠兽 格外充满吸引力 几个小家伙 要是用修仙世界的话来说 那就是从小泡在天才地宝堆里面长大的 其自身的效果 甚至更胜于那些天才地宝 至于陈渊 则是因为御寿师的强大灵魂之力 这玩意对于宠兽来说也是补品 更别提陈渊还是个特殊存在 对于这些不怀好意的目光 陈渊和小家伙们不可能感觉不到 甚至因为小灵的存在 周围有多少野生宠兽存在 陈渊和小家伙们也都一清二楚 在这些宠兽盯上陈渊等人的时候 他们何尝又不是陈渊等人的猎物 有句话就总结得很到位 高端的猎手 往往是以猎物的方式出现的 可以说 陈渊他们现在就是一道可口的诱饵 正在勾引这些宠兽主动出手 等下打起来 你们三个正常发挥就行 不用管我和北命无畏 对于陈渊的这个提议 三小之先是对视一眼 随即纷纷通过心灵链接 表示了自己对陈渊的担心 可是狱主 你的安全 放心吧 现在面对三接我还是有自保能力的 你们专心于快点结束战斗就行 听到陈渊这么说 三小之也同意了下来 说服三小之没多久 小灵就传来了一道心灵讯息 他们来了 对此 陈渊冷笑一声 终于忍不住了吗 一只性格比较急的宠兽 在经过长时间的等待后 终于还是出手了 当然这个长时间 是在他看来的长时间 陈渊从进入三接领域 还没过去三分钟 他朝着陈渊一行 直接扑去 这只宠兽的想法很简单 那只蚂蚁不惹 自己抓其他那些 闻起来很香的家伙 不就好了吗 他的动作 就像是一个信号一样 立马引得其他三接宠兽 纷纷动手 生怕晚一步 就抢不到这些 看起来很美味的食物了 就这样 大量宠兽 开始朝着陈渊一行冲过来 一重戏宠兽私鸣着 猛兽戏宠咆哮着 猛禽戏宠兽鸣叫着 对于这一幕 陈渊显得十分冷静 他对着北明和无畏 发出了自己的指示 北明你待在我身边 无畏你附身到我身上来 心灵通讯确实好用 只是瞬间 梁小枝就收到了这条讯息 一只待在陈渊手上的无畏 立马按照陈渊说的 开始附身 陈渊全身 立马变得荧光闪闪起来 裸露在外的皮肤和衣服 全都化作了银白色 甚至每一根头发都没有放过 一瞬间 陈渊整个人都变得荧光闪闪起来 而小灵和金闪闪幻影三小只 也开始互相配合起来 以前需要配合 那是实力不够 现在四街的他们 分开行动 才是最快杀伤这些野生虫兽的行为 小灵的战术很直接 那就是活化植物和召唤植物 用大军压垮敌人 一棵棵大树 开始拔地而起 一朵朵花朵 开始释放毒气 路上的小草 开始捆绑束缚 一切经过的敌人 金闪闪则配合着小灵 用长枪地刺和金属投射 收割着那些 被小灵束缚住的虫兽 而幻影并没有像以前一样 待在两个小家伙的身后 以前是实力不够 只能待在后面搞偷袭 现在四街的他 也已经能够独当一面 走到台前了 只见幻影 在用眼神施展幻童 定住敌人的同时 他本体也冲上前 一尾巴 砸到被定住的敌人身上 不要小看幻影四街 所拥有的力量 这一击之下 很多宠兽 都被直接砸了半条命 甚至直接死亡 同时双子的隐患 也在施展着自己的影系技能 偷袭一个又一个 三街野生宠兽 每一次出手 都直接带走一只三街 一旁的陈元 在无谓完成附身后 也从空间吊坠中 取出了自己的灰镜刀 将刀鞘丢回空间吊坠的时候 陈元反手 就禁止把灰镜 直接插自己身下的土地 插入地下的灰镜 是刀锋朝外的 陈元紧握刀柄 向外用力 地面立马就被陈元手中之刀 划出一道身痕 紧接着 这道身痕之中 便喷涌出了白色的液体 看着那道被灰镜划开的身痕中 喷涌出白色血液 陈元眼神中 闪过一丝不屑之色 这是钻地蠕虫的血液 一种专门在地下生活 并偷袭路过生物的 土属性虫兽 不过钻地蠕虫 这个土属性虫兽 也往往会为这个人 打开另一扇门 钻地蠕虫也是一样 他虽然没有土属性 惯有的强大防御力 可他对于盾机之类的伤害 却有着极强的抵御能力 在这一方面 钻地蠕虫 甚至能让许多其他 土属性重受汗炎 可是很可惜 陈元不是用拳头和锤子 这种盾机 而是用刀这种力气 所以 钻地蠕虫这引以为豪的 防盾机能力 在陈元面前 啥作用都没有 甚至被陈元 给干净利落的一刀 抛成了两半 因为速度太快 钻地蠕虫 甚至都没来得及反应过来 就一时一黑 走得无比安详 同时 也因为灰刀速度太快 灰烬都没来得及 烧焦钻地蠕虫的伤口 使其血液从地下之中涌出 钻地蠕虫 在外貌上 有点像放大恩贝的蛆虫 上一次 陈元在三阶领域 被宠兽从地下偷袭时 出手的 就是另一只三阶钻地蠕虫 不过比起上次陈元的狼狈不堪 这次的陈元 简直可以说干净利落 终极御兽之后 陈元提升最大的 不是别的 正是感知能力 附近任何细微的动静 都能被他那强大感知所察觉到 就算对方是 身处地下也一样 陈元甚至能够清晰感受到 钻地蠕虫的位置 这也是为啥 他可以直接把钻地蠕虫 一刀剖成两半的原因 靠着这强大的感知 任何想要偷袭陈元的行为 都注定很难成功 和陈元四阶 能契约两只宠兽一样 这份超强的感知力 也是陈元所独有的 至于原因 还是和他那过人的 御兽之力有关 远超常人的灵魂之力 自然也带来了 远超常人的感知能力 解决完钻地蠕虫 陈元就没有再关注他 毕竟他现在 还有更加要紧的事情 很多三阶宠兽 已经朝着他冲过来了 而且 其中还有不少 在远处发动了属性攻击 凭借着疾风靴 和自身的超人素质 陈元以极快的速度 做出各种高难度动作 显知又显得 避开了这些远程攻击 遇到实在避不开的 陈元就挥动灰烬 直接砍爆对方的远程攻击 陈元自然不会接受 在原地挨打的现状 他开始朝着 自己面前的宠兽冲去 朝着对方发起冲锋的时候 陈元还一把抓住了 自己身边的北宁 这是陈元考虑到 把小家伙留在原地 太过危险 有被远程击火 或近战突袭的可能 特别是那些 正在高空中鸣叫的 猛禽系宠兽们 而且就算单手 也不会妨碍到陈元挥砍 借助疾风靴的加速 陈元几乎在刹那间 就突进到了一只 虫系宠兽身前 并一刀斩去 陈元攻击的 这只虫系宠兽体型较大 比陈元的身高 都要高出许多 可他的反应速度 却一点都不慢 虽然一眨眼 陈元就来到了他的身前 可是他还是抬起自己的前肢 试图一次挡住 陈元对自己的斩击 就在对方抬手的那一刻 陈元的脑海 立马闪过几种画面 一是没有斩断 对方钳制用力 把自己甩出去 二是成功斩断 对方不管不顾 朝自己发动决死反击 三是斩断了 其他宠兽从背后 对自己进行偷袭 四 此刻陈元脑海中 正在全力运转 思考着 如果遇到这些情况 该咋办 下一步 又该如何行动 凭借着自己强大的思维能力 陈元以最快的速度 整理好这一切 战斗从来就没有矫限 看破敌人们的所有行动 并做出反应 如果出现 陈元料想之外的画面 那么陈元 便会立即启动 自己的能量护盾手环 或顺一戒指 灰烬果然够锋利 哪怕陈元只用了单手 灰烬还是把这只 虫类虫兽兽的两条前肢 被其直接切断 对方的前肢 打着玄飞离了他的身体 剧烈的疼痛 让这只虫兽 发出了一声充满痛苦的思鸣 就在陈元打算再次挥出一刀 结束他的生命之时 他突然感觉到了 身后头部左侧位置 冒起鸡皮疙瘩 身体正在预警 有危险靠近 没有任何犹豫 陈元把自己的头 微微歪向右侧一片 一道绿色光球 几乎是擦着陈元的脸颊 砸到了陈元面前那只 被他切断双臂的虫兽身上 在面前虫兽被绿光击中后 他的身上立马爆出 大量类似根须模样的树根 这些树根在出现后 还朝着这只虫类虫兽 那断裂的前肢伤口去 恶心难缠 不过这种技能 也不是没有破解之法 被寄生的宠兽 可以选择给寄生物 输送大量能量 以此称暴寄生召唤物 如果是相克属性的 只有一丝能量气息 就可以使寄生物萎缩 甚至可能用相克属性的奇物 和能量核心 还有属性药剂来解决寄生物 还有很多方法 就不再一一举例 不过 就算有很多手段解决这个麻烦 也还是不能改变 这类技能恶心人的事实 特别是中招者 身上有伤口的话 寄生物还会朝着伤口涌入 避开对方的偷袭后 陈渊心里立马就有了决断 他抛弃了自己面前 被自己斩下双臂的宠兽 转头向后看去 不过并没有看到 什么可疑的目标 陈渊并没有什么疑惑的情绪 而是把自己的目光 盯向了一株看起来 和普通花朵 没有什么区别的花朵 露出了讥讽的表情 这朵看起来平平无奇的花 就是刚才偷袭陈渊的宠兽 说实话 如果不是陈渊有系统 可能他也不会想到 面前这个花 看起来人畜无害的小花 竟然是刚才偷袭自己的宠兽 伪装花 属性 目毒 等级 LV29 种族 植物系 花半种 种族等级 精英 天赋1 伪装 拥有能够把自己百分百 假扮成一旁花朵的能力 天赋2 剧毒身躯 全身不满猛烈毒性 任何直接接触其的生物 都有极高几率中毒 技能 毒气喷发 寄生之种 根须缠绕 伪装花植物系花半种 一种完全能被称为 老六中的老六的植物类宠兽 有着几乎不会 被看穿的伪装能力 最擅长偷袭和被刺敌人 看着自己眼前浮现的系统数据 陈渊都忍不住在心中感慨一句 真他喵的是 兽如其名啊 伪装花的内心 此刻正十分不安 会这样 正是因为陈渊的目光 正看着他所在的方向 搞得好像他已经被发现了似的 对此 伪装花只能在心中对着自己 不断自我安慰着 一定是这样的 自己伪装了一辈子 都没有失手过 难不成这次还能翻车不成 他只是顺着寄生之种的攻击弹刀 才看向自己的方向 自己一定要沉住气 要是忍不住出去 那才是真的暴露了 在不断冒出的想法之下 伪装花开始逐渐按捺下 自己内心的不安 他是越想越觉得对 越想越觉得有道理 然后他人就没了 不对 应该说花没了 陈渊可不会和伪装花在这磨叽 一旁还有一大群其他宠兽们等着呢 哪有时间和这个家伙浪费 所以陈渊的反应很简单 他直接就冲了上去 看到陈渊这样 伪装花哪里还能不明白自己暴露 他的心里不由咯蹦一声 完了 BBQ了 这时候还扎根在地下的伪装花 就算想跑也太晚了 他只能对陈渊使出寄生之种 以求能够争取一点点时间 被伪装花寄予厚望的寄生之种 并没有起到任何作用 寄生之种 在和陈渊靠近香蕉的瞬间 就被陈渊用灰烬给直接砍成了两半 当场寄生之种就直接泄菜了 身为活属性的灰烬 对木属性的克制效果简直不要太好 不要说直接砍成两半了 就算碰到 都能让木属性的寄生之种失去活性 展开寄生之种的下一刻 陈渊就已经来到了伪装花的面前 并对着他挥出了灰烬 解决完伪装花 陈渊便朝着其他野生虫兽冲去 随着时间的推移 场上野生虫兽的尸体开始逐渐增加 特别是三小只 正在大肆吐露着这些来犯的敌人 可能是因为不用保护陈渊 三个小家伙的杀戮效率格外的高 不过一开始可不是这样的 虽说一开始时 陈渊就表示过自己不需要三小只的保护 让小家伙们随意发挥 可是小家伙们在战斗的时候 还是会时不时把目光投向陈渊的方向 以确认他会不会有危险 看到陈渊确实能够应付这些后 小家伙才放心地把精力 全部投入到了自己眼前的战斗之中 力求以最快的速度 完成自己御主下达的命令 击溃面前的这些三接 当然就算陈渊能够应付 小灵还是派出了一部分职务 来牵制住陈渊这边的宠兽们 在小家伙们全力投入战斗 并用自己的技能击杀一个又一个三接宠兽的时候 陈渊也遇到麻烦 天空的猛禽宠兽出手了 虽然陈渊的速度一秒百米貌似很快 可是有些宠兽的速度比他还要快 特别是那些三接猛禽宠兽俯冲而下的时候 那速度简直快得惊人 不对应该说下人 对此陈渊的应对方式 就是有足够躲避时间就一步躲开 要是更进一步有把握击杀对方 就直接用灰烬送对方上路 如果遇到某些不会转弯的傻鸟时 那就竖起灰烬 等着对方自己撞到刀刃上 让对方用自己的速度把自己剖成两半 不过这种情况陈渊也就成功了一次 毕竟其他陆地上的宠兽也不会光看着 特别是那些远程宠兽 他们一直都躲在后面 释放着自己的远程攻击 至于会不会误伤其他野生宠兽 那关他们屁事 他们本来就不是一伙的 解决了陈渊一行后 等下他们还要再打一架呢 赢了的叼走他们看上的陈渊 输的就是死亡 或者狗活下来 叼走其他三阶宠兽的尸体 跑到二阶领域养伤去 当然这是讲武德的情况 不排除某些不见武德的家伙 直接叼起就跑 陈渊不可能一直被动挨打 切后排的重要性他还是懂的 不过说实话 如果可以 陈渊其实是有点不太想要切后排 因为这要使用到顺移戒指 虽然现在实力提升后 顺移戒指对他的消耗已经降低了很多 甚至一次只有1-2%的御兽之力消耗 可是接下来去四阶领域 还不知道会遇到啥 能多保留一点力量都是好的 可这些远程宠兽实在是太烦了 再加上时不时从空中攻击而来的猛禽宠兽 陈渊也开始有点疲惫了 没办法那些高难度的闪避动作 和高强度的战斗 还有脑内战斗分析 都实在是太消耗陈渊的体力和精力了 就算是现如今超凡的陈渊 也感到有点吃不消 一些远程攻击的宠兽正打算发动自己的攻击 却突然发现陈渊整个人在他们的眼前直接消失了 这让这些宠兽一下子全都愣住了 他们汇聚起来的攻击也因为陈渊突然消失 一时不知该往哪里丢 不过他们的纠结并没有持续多久 至少其中一小部分远程宠兽是这样的 只因陈渊直接出现在了他们的身后 对着这些宠兽的脑袋就挥出了自己手中的灰烬 这是陈渊特意选择的目标 这是一个同种的三只宠兽 他们可能是一家人 所以待在一起 这正好方便了陈渊收割 只是一刀 陈渊就送走了这一家子 陈渊的脑海里不受控制地冒出一句话 一家人就是要整整齐齐 虽然在想这些有的没的 可陈渊的脚下却一点都不满 他双腿一蹬朝着离着最近的远程宠兽冲去 当然说是说最近可以有着十米距离 毕竟这些宠兽也在互相提防着自己的队友们 谁也不知道对方会不会发动被刺 依靠着速度 陈渊再次靠近了一只 并直接砍下对方的手机 这些远程宠兽虽然很烦人 却也格外好杀 毕竟要不是脆皮 也不至于远程放冷剑 没有任何停留 陈渊再次朝着下个宠兽而去 这个时候 其他宠兽已经依靠着陈渊斩杀宠兽的动静 重新发现了陈渊的位置 他们立马就对陈渊发动了自己的攻击 这其中并不包括陈渊冲向的那只远程宠兽 看着越来越近的陈渊 特别是陈渊手上的那把刀 他直接转身就跑 你马 其他刀那么多 你追我干啥子 不就是对你放了几次远程攻击吗 都被你避开了 又没打到你 真是热了狗了 这只宠兽自己的内心吐槽中 被陈渊追上 直接斩杀 这场三接野生宠兽 被陈渊一行的围攻战 在陈渊开始切了对方后排不久后 就开始渐渐落下帷幕 这倒不是陈渊切后排的行为 使这些宠兽害怕了 而是三小只已经完全击溃了 围攻他们的三接野生宠兽 不同于陈渊 估计御兽之力的消耗 不愿开启灰烬的大招 只单纯的使用灰烬进行平A 三小只可没这种顾虑 他们是咋杀的快就咋来 各种大范围技能 放得放得不停 能群攻绝对不用单体 小灵更是直接拉起了一只 数量进铅的植物大巨 对小家伙们来说 能量消耗完了 大不了找自己 预主要一颗能量方块 四接 就是了 没什么大不了的 没错 在昨天 陈渊就已经赶制出了一批 四接等级的能量方块 也就是25颗四接能量方块 为了今天的战斗 他自然要做好万全的准备 像能量方块这种能量超级补计 自然是不可缺少重要保障 而且 三小只现在已经四接了 有了能量核心 能量也不再是那么容易用光了的 在三小只的大火力输出之下 围攻他们的野生宠兽 开始成片成片大面积死亡 因为顾及陈渊的安危 小家伙们完全是用那种不要命的打法 甚至在面对对方的很多攻击 都没有选择避开 或者说 也不用避开 身为宠兽 他们四接的身体强度 可不怕这些宠兽的一两次攻击 当然 疼还是会疼的 被激活也会受到严重的伤害 不过这些宠兽 并没有机会对三小只激活 那些远程搞偷袭的宠兽 都是小家伙们的优先杀戮对象 单一存在的远程宠兽 都被另一个幻影 也就是隐患从背后或影子之中 给直接暗杀掉 很多远程宠兽 甚至在死亡时 都没有发现隐患的存在 这就是隐系的强大之处 别说他们还比隐患弱 就算是同阶 有时候都很难发现隐系宠兽的偷袭 而附数存在的远程宠兽 则是被金闪闪的金属投射 直接干掉 实力提高后 金闪闪的控制力 也得到了极大的提高 现在他已经能够一次性控制 几时尽百把钢铁长枪 对着那些远程宠兽的所在地 进行宝和式打击 直接把这些宠兽 给死死地定在地上 金闪闪变强 带来的金属投射技能提升 可不仅仅是在长枪的数量 攻击速度和投射出来的坚硬程度 也有着显著提高 凭借着三阶和四阶实力差距 那些三阶远程宠兽 就算想要躲开金闪闪一把长枪的攻击 那也是十分的不易 更别说是这样的宝和式打击了 在一边用金属投射 解决这群背后放冷剑的家伙之时 金闪闪也在用自己的肉身进行近战 不过没有一个三阶宠兽近战 会是金闪闪的对手 凭借着自身强大的力量 三阶野生宠兽和金闪闪碰撞的结果 基本上都是一处急死 他们的肉身根本就无法承受 金闪闪那恐怖的力道 哪怕只是被金闪闪擦到 都可能导致肢体折断 对于这些弱鸡宠兽 金闪闪是不屑的 他实在是不明白这些弱鸡 哪里来的勇气刚和他打近身战 在金闪闪连续秒掉了几十只 妄想和自己近身交战的宠兽后 近战宠兽怕了 他们开始畏惧金闪闪那恐怖的力量 和肉身强度 金闪闪动的时候 甚至会吓得他们连连后退 毕竟谁都不想成为 下一个死在怪物手中的王魂 没错 在他们的眼中 金闪闪是怪物 幻影和小灵也都是他们眼中的怪物 强到可怕的怪物 其实力比他们认知中的四阶 要强上许多 甚至可以说到了离谱的程度 虽然小灵没有直接出手 可是他的植物大军 才是杀戮最多的 而且击倒多少植物 小灵就重新召唤多少植物 而对方还是那样一点都没改变一样 终于在继续战斗一会后 这些宠兽的心态彻底崩了 一批还活着的宠兽 开始选择退走 他们已经看不到胜利的希望了 战役也开始消磨殆尽 他们清楚再打下去 最终也只看到了 自己死亡的结局罢了 他们不想死 在他们的带动下 更多的宠兽开始退走 只有极少数认为 三小只已经是强弩之末 只要再坚持坚持 就能击杀三小只的宠兽 选择留了下来 然后他们就没有然后了 结束战斗后 三小只立刻就朝着 陈渊的所在方位赶去 想要支援陈渊 陈渊在开始切后排后 立马就上头了 他在快速移动的同时 不断攻击着那些远程宠兽 期间还有几次被追来的近战 宠兽围起来的经历 每当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 陈渊就会选择 快速用灰烬干掉一个缺口逃出去 或者启动顺一戒指 去另一个远程宠兽的后面 进行正义的被刺 当陈渊再一次被宠兽围住后 一道心灵通讯 在陈渊的心中响起 我们已经解决了敌对宠兽 正在朝你的方向赶来 对此 陈渊回了一句 好 我知道了 心灵链接的传讯 刚刚落下没多久 附近的大地 就开始不断震战起来 巨大的动静 让围住陈渊的宠兽 还有那些远处放冷箭的宠兽 开始惊异不定起来 他们朝着动静的方向看去 随即便瞪大了自己的双眼 当然这里面 还是有一部分宠兽是没有眼睛的 他们靠的是超声波 或者其他什么东西 数量近千切体型巨大的植物大军 正朝着他们走来 这一幕是如此的充满震撼与压迫 很多聪明的宠兽 看到这一幕 就明白大势已去 另一边的宠兽 已经全部败了 现在是时候该跑路了 他们开始选择撤退 这一幕也带动了更多宠兽选择放弃 本来就拿不下陈渊 现在又来了这么多 这还打个锤子 溜了溜了 狗命要紧 就这样 除了一些铁憨憨宠兽外 大部分的宠兽 全都选择了退走 就算是这些铁憨憨 随着时间过去数秒 而没有看到身后而来的攻击后 也发现了不对劲 他们开始转头 先自己的身后看去 然后就发现 刚才还在和自己一起围攻对方的三阶野生宠兽 既然全他瞄都消失了 就只剩下他们这一些宠兽 还在抵御着来自陈渊一行的进攻 俨然成了其他宠兽断后的 说实话 在发现这一点后 这些铁憨憨也想跑路 咋店 你们自己先打上门呢 现在打不过了 知道跑了 就这样 在陈渊和小家伙们的合力下 所有的铁憨憨宠兽 最终全都隐恨西北 在死之前 他们纷纷对那些跑路也不说 一生的宠兽们 送上了自己真挚的祝福 在和三小之会合 并解决这些铁憨憨宠兽后 陈渊站在原地开始深呼吸起来 试图以此快速调整自己 目前略显凌乱的呼吸 整场战斗的时间虽然不是很长 可陈渊消耗的体力却并不低 第一次直面群兽并冲锋陷阵 让陈渊有种酣畅淋漓和热血沸腾的感觉 可在一切结束之后 回想起来 陈渊心中也不免有些后怕 不过这股后怕 很快就又被兴奋给掩盖 对于自己目前所拥有的力量 陈渊十分开心和满意 这种完全属于自己 且完全受自己掌控的力量 简直是太爽了 甚至陈渊还感觉不过瘾 他还想再战斗下去 体内好斗的细胞正在渴求 希望能够再次进入战斗 不过很快 这些好战的欲望 就被陈渊给压了下去 同时 在一次又一次的深呼吸之中 陈渊的急促的呼吸 也渐渐恢复平静 而这个时候 他的握刀的另一只手上 却传来了动静 正是被陈渊握在手心的北面发出的 陈渊赶紧放开自己的手 放手后 小家伙便从陈渊的手上 缓缓地飘到了地面上 紧接着 开始不停抽搐和干呕起来 被陈渊抓在手心 随着陈渊跑动和挥手 他都感觉自己都要脑震荡了 全程脑袋都是晕乎乎的 看到小家伙这副模样 陈渊的心不由地提了起来 他赶忙蹲下来询问道 北明你没事吧 不 虽然有气无力 可北明还是摇了摇头 表示自己没事 看到小家伙表态 陈渊松了一口气 陈渊把北明收回预售空间 就是想要以这样的方式 让北明去感受战斗 提高他的胆识和战斗意识 当然 陈渊也是有着足够的自信 觉得可以保护北明的安全 才这么做的 要不然 他早就把北明 给丢进预售空间里去了 不得不说 在亲眼目睹 并经历过这场大战之后 北明的心态 确实获得了成长 虽然全程不太好受 可他还是把陈渊 和其他宠树战斗的画面 全都默默看在了眼里 因为贸然出声 也只会让陈渊分心 导致战斗 出现失误而受伤 所以 全程北明都不敢发出任何的动静 生怕打扰到陈渊 而在亲眼目睹了这场战斗后 北明的内心 开始产生了极大的不甘 北明不甘心这样 他不想什么都做不到 只能接受自己御主和小伙伴的保护 同样和他是二阶的无畏 都能够通过附身 来给御主增加防御力 只有他啥都做不了 再一次的 北明开始渴望自己变强 变得足够强 能够和御主和小伙伴们并肩作战 甚至是能保护的程度 陈渊不知道北明的这些想法 要不然 他一定会笑出声 并觉得这场战斗打得值 确认了北明没事后 陈渊便站了起来 并伸出手 敲了敲自己身上的银白色镀膜 好了 无畏战斗结束了 解除复身状态吧 听到陈渊的话 无畏开始动了起来 银白色的金属 开始从陈渊身上退去 并重新汇聚到了陈渊的手上 变成类似护臂一样的东西 挂在陈渊手上 同一时间 陈渊把目光投向了一旁的三小只 他从储物吊坠里 拿出三颗四肩能量方块 朝着三小只丢去 凭借着强大的精神力量 陈渊可以感应到 最细微的肌肉力量 所以 这一丢得格外准 小家伙们都不用一动 就接住了陈渊丢来的能量方块 不同的是 小灵用的是手 金闪闪 则是用两个前肢夹住 幻影更觉直接用自己的嘴巴咬住 不用说小家伙们 也明白自己御主 丢给自己这些东西的用意 他们开始使用起四肩能量方块 打算以此快速恢复自身能量 就在这个时候 陈渊开口了 小灵让你的植物大军 把这些宠兽的尸体集中一下 小家伙立马就知道了 自己御主要干嘛 好 我知道了 在大量植物召唤物的协助下 宠兽的尸体 很快就被集中到了一处 看着面前这一座 由宠兽尸体堆成的小路山 陈渊的眼神之中充满了震撼 不止陈渊 北明和无畏 也被这幅场景给震撼到了 唯有始作俑者的三小只 没有太大的情绪波动 这里面尸体 仅有极小一部分 是陈渊的成果 甚至可以说是忽略不计的程度 其余的绝大部分 都是小灵金闪闪幻影 这三个小家伙的功劳 看着面前的小石山 陈渊深吸一口气 压下自己心中的震惊感上前 同时把手朝着石山伸去 在之前用复数能量核心兑换时 陈渊就是过一次兑换多个能量核心 结果不言而喻 自然是成功了的 这也是为什么陈渊叫小灵 把宠兽尸体聚集起来的原因 在接触到面前的宠兽尸体的同一时间 陈渊便在自己的心中 默念出了兑换两个字 瞬间 陈渊和小家伙们面前的小山 就直接消失了 小家伙们 这一幕让小家伙们十分惊讶 甚至纷纷发出了惊呼之声 随之而来的便是欣喜 因为他们知道 这是自己寓主在拿宠兽尸体 给他们换好吃的 在小家伙看来 这么多的三阶宠兽尸体 应该能换不少好吃的东西才对 想到这里 小家伙们晃了晃脑袋 不行了 不能想了 不争气的眼泪 要从嘴角流下来了 沉浸于美好幻象之中的小家伙们 并没有发现 陈渊脸色的变化 如果他们稍微关注一下 就会发现自己的寓主 脸色已经黑下来了 至于原因嘛 那自然和能量点有关 看着系统面板上 仅仅增加了不到十点的能量点 就算是陈渊早有预计 可是还是让他感到了无比扎心 这些三阶宠兽的尸体 有多少 陈渊不知道 因为他没有认真数过 具体数字并不太清楚 不过二前头还是有的 也就是说 平均下来 一只宠兽尸体 换了不到0.005的能量点 也就是说 这是宠兽尸体 他瞄得 连一颗铜结的树果都不如 而对于这样的结果 陈渊的心中 也出现了多种猜测 在陈渊的猜想之中 会这样多半和宠兽血液流失 还有能量消耗有关 宠兽血液富含能量 这是无可争议的 流失了肯定要差上一点 至于能量消耗 那就更别说了 除了一开始 就被秒杀的那些宠兽 要不然 有一个算一个 都是或多或少 有着能量流失 虽然换的点数有点少 让陈渊有点小失望 可还算可以了 至少有 总是比没有来的强 把宠兽尸体 兑换成能量点后 陈渊没有马上带领 小家伙们前进 而是选择在原地 停留一段时间 这即是因为 刚刚经历了一场大战 队伍需要恢复和休整 也是因为陈渊注意到了 小家伙们 那充满渴望的小眼神 陈渊自然清楚 小家伙们心里在渴望什么 他二话没说 直接当着小家伙们的面 兑换出了 昨天他们吃的那些 宠兽美食 见陈渊变出美食 小家伙们顿感眼前一亮 一下子全都围了过来 开心且兴奋地大声叫着 兑换出了小家伙们 各自喜欢的宠兽美食后 陈渊便把对应的美食 放到了 对应的小家伙面前 小家伙自是不会 和自己御主讲什么客气 立马大口干饭起来 通过心灵链接 陈渊能够感受到 小家伙们在干饭时 那不断从链接中 传递过来的幸福情绪 对此 陈渊自然也很开心 看到小家伙吃得这么香 陈渊也顿感有点饿了 索性也取出两块面包 做到了小家伙们旁边的草地上 开始啃了起来 休整完毕后 陈渊和小家伙们 就再一次开始 朝着四街宠兽的领域前进 一路上有很不开眼的三街宠兽 妄图偷袭陈渊一行 不过 这些都是小规模的 像一开始那样的大战 陈渊一行并没有再遇到过 而这些想要搞事情的宠兽 自然全都付出了 他们无法承受的惨痛代价 随着时间的推移 一路向前的陈渊一行 已经越发靠近四街的领域 小家伙们也越发兴奋活跃起来 至于小家伙们 为啥变得兴奋活跃 则是和能量有关系 每个领域的能量浓度 可不是进入范围后 一下子提高的 而是渐渐提高的 就比如墨水掉到水中一样 中间最浓郁 然后越是向外越是清淡 秘境里面的能量 也是一样的道理 虽然这还是三级重兽的地盘 可是随着接近四街领域 其能量浓度 也远不是三街外层能比的 在来到靠近四街领域的某个位置之后 小灵突然出声了 救命 同时 小灵的心灵传讯 也在陈渊和其他四个小伙伴的心中想起来 玉主 前面两千里处 出现了和我还有金闪闪幻影 比较类似的气息 听到小灵的这句话 陈渊停下了脚步 小灵的意思很简单 翻译过来就是 前面两千米处出现了四街宠兽 也就是说 再往前两千米 就差不多是四街宠兽的地盘了 就算不是 那也很接近了 陈渊停下脚步的第一时间 也叫停了小家伙们 暂时先不要前进 我们还有一件事要做 听到陈渊的话 小家伙们十分乖巧地停了下来 不多 他们也有自己的疑惑 那就是 自己玉主口中的 还有一件事 要做是什么事 陈渊没有让小家伙们疑惑太久 他直接倒出了出来 要想尽先想退 四街领域的情况 我没去过并不太清楚 可是多少还是听到过 秘境堡垒内其他人 谈论四街领域的事 有一点是肯定的 那就是 四街比三街要危险的多得多 听完陈渊这句话 小家伙们明白了 四街领域很危险 可是玉主刚才说的 要做的事又是什么呢 这个疑问刚刚冒出来 就被陈渊直接解答了 所以 为了保证退路的安全 我们要先先把这外面的 三街宠兽清理一遍 然后再去四街领域 如果到时候 能够暂时打下一片安全地带 那最好 如果被群殴了打不过 我们也有退路 可以快速后撤 到时候 至少可以保证 不会被这些三街偷袭拦住去路 陷入两面夹击的困境 听到这句话 小家伙们明白了 他们连连点头 表示自己明白 就这样 为了保证在四街领域 遇到麻烦的时候 可以快速撤退 且不会被三街宠兽阻挡 三小只在陈渊的命令下 开始前往周围 清理附近的三街宠兽们 这一片的宠兽实力 其实都相当不错 基本都有着 无限接近尾四街的实力 也就是三街巅峰 处于凝聚能量核心 可是还没有凝聚完成的状态 要不然 他们也没有能力 抢到这么好的位置 毕竟越靠近四街领域 能量浓度就越高 对宠兽的好处就越大 不过很可惜 找上他们的是三小只 就这注定了他们败亡的结局 说实话 在被三小只找上的时候 这些宠兽是猛逼的 他们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也不明白 为啥三小只会找上了自己 很多被三小只秒杀掉的时候 老瓜子还是迷茫的 可惜他们不知道 人类世界的一句老话 要不然指定要大喊一声 兽在家中坐 国从天上来 三小只的效率非常快 没过多久 就清理了附近的大部分三街宠兽 基本上确保了退路的安全之后 陈渊便带着几个小家伙们 开始继续朝着四街领域前进 而就在陈渊前往四街领域的时候 另一边的预售又在店里面 陈老爷子正在和一些人打着电话 没错 老头子我想要举办一场 四街预售师的比赛 对 年龄没有限制 不过必须限定在四街预售师 这个范围以内 举办时间的话 那就暂时限定在半年后吧 那个时候 正好学生们放暑假 有能力的四街学生来参加 也能热闹一点 你们家的小杯 老头子我说过了 没有任何限制条件 一切凭借实力 就这样吧 老头子 我还要和其他人打电话呢 说完陈老爷子就挂断了电话 这个时候 陈奶奶皱着眉头走了过来 老头子 你就这么确定 小元他突破四街了 陈老爷子把自己的手机 放到了自己面前的茶几上 端起茶杯抿了一口道 嗯 突破了 他定其物端到设备的当天 我特意过去看了一下 就是为了瞧瞧 他是不是突破了 虽然他极力收敛了自己的气息 可我确实能够感觉他不一样了 说着 陈老爷子叹了一声继续道 不过我们孙子还真是心大 做了药剂师还不够 还想要成为起务师 这孩子都不知道贪多叫不烂吗 虽然陈老爷子嘴上这么说 可他的眼中却充满了笑意 对此 陈奶奶能说啥 他只能在心里吐槽一句 呵 虚伪的老男人 在心中鄙视完自家的傻老公后 陈奶奶再次问出了一个问题 那你就这么确定 小元他会参加这场 由你一手主导的比赛 陈奶奶的这句话 立马就让陈老爷子 端着茶杯的手蹲住了 然后老爷子脸也黑下来 他也是服了 自己这老婆真可以啊 就不会看看气氛吗 我真高兴啊 你就问这么扎心和尴尬的问题 这他喵的真的合适吗 你这行为 简直就是应了那句老话 哪壶不开提哪壶 陈老爷子沉默了一会 这次再次捧起手中的茶杯 喝了一口 摇头叹气道 说实话我也不知道 不过我设这挺高的奖励 应该是有足够吸引力 能够吸引到他来参加比赛的 陈老爷子说到这 便停了下来 其实 陈渊如果不想参加 陈老爷子还是有其他手段 比如让陈母劝劝 或者发动陈渊学校的老师和校长 让他们以为学校争光的理由 让陈渊参加比赛 这本就是一场陈老爷子 特意为陈渊准备的比赛 少了陈渊这个主角 那可不行 至于参加比赛后 陈渊能走多远 那就不是陈老爷子关心的事了 甚至他还希望 陈渊能够在比赛中落败呢 就像是树苗一样 只有经历过风雨和日晒 才能长得更加强壮 在陈老爷子看来 人也是这样 只有经历过挫折 才能真正使人获得成长 陈老爷子一直都觉得 陈渊有点太顺了 缺少了失败的毒打 这可不是什么好事 当然这一切 只是在陈老爷子看来是这样 身为当事人的陈渊 肯定会有和陈老爷子不同的意见 不过很可惜 这一切陈渊并不知情 要是陈渊知道的话 一定会在扎心的同时 对陈老爷子来上一句 爷呀 你可真是我的亲爷啊 有您老真的是我 他喵的福气啊 既然是陈老爷子搞的比赛 那自然杂比也是由老爷子决定的 而这场比赛的战斗方式 陈老爷子是打算选用2v2加1的模式 每个参赛者都可以在每场比赛开始前 选择三只宠兽 作为自己这场比赛的参赛宠兽 并在这三只中选择两只一起上场 进行双打 至于剩下的一只 则作为替补 当其中一只宠兽 失去战斗能力之后 就可以派遣 这只替补上场 谁的三只宠兽 先全部失去战斗能力就算输 而另一方则获得比赛的胜利 说实话 陈老爷子本来想要进行3v3的 不过考虑到四阶预售师的宠兽 一共也就四只 而且家境不好的选手们 可能连两只四阶宠兽获取都不容易 所以 这才决定使用2v2加1替补的比赛模式 毕竟总要给普通人一点机会嘛 而且 如果可以的话 陈老爷子其实挺希望普通人能够脱颖而出 在老爷子看来 如果这些人能靠着自己微薄的资源走到这一步 那么绝对就是一块美玉 他老人家不介意用这场比赛 为国家多培养一些人才 毕竟国家的未来 还是要靠这群年轻人的 另一边 那些接到了陈老爷子电话之人 在挂断了与陈老爷子的通话后 便立马开始拨打电话 联系那些有着举办大型赛事经验的专业人员 虽然这场比赛是陈老爷子发起的 可这些琐事并不需要老爷子他来管 这些接到陈老爷子电话的人 正是被陈老爷子选中的赛事明面上的举办者 这些赛事明面上的举办人 给自家的亲戚们打去了电话 并询问小辈里面是否有着四阶预售师 有的就告知他们半年后 要举办一场四阶预售师相关的比赛 让他们务必一定要去参赛之类的 虽然几人目前还不太明白 陈老爷子这样的大人物办 这个比赛的目的是什么 不过他们知道一件事 那就是自己的小辈要是表现优异 成功引起了陈老爷子的注意 并获得他老人家的赏识的话 那么将受益无穷 连带着自己这个长辈 也会获得不少好处 在和自己亲戚联络完毕之后 这些人又开始打电话 联络自己的好友或者利益伙伴 并对他们隐晦地透露了一些信息 而电话那头的也都是人精 一个比赛而已 对方如此特意地通知 而且还说 要是有合适的 就一定要去参加什么的 结合这些信息 电话那头之人几乎是瞬间秒懂 这场比赛背后绝对不简单 可能有大人物在主导和关注着这一切 想明白了这些 电话那头之人立马表示 如果有合适的人选 一定会去参加 同时还表示 下次见面由他们请客吃饭 对此 这些赛事举办人也很满意 如果对方取得好成绩 引起大人物的注意 凭借着自己今天的提醒 那好处同样也少不了 而随着越来越多的人知道这个事 这个消息 也逐渐从上方的小圈子之中 扩散了出去 有的是他们的亲戚 想要吹牛逼 拿这个当做谈资 有的则是比较好的玩伴 大家互通消息 越来越多的人 开始知道这件事 大家都开始流传 有个通天大人物 想要举办一场 四阶预售师的比赛 请年龄没有限制 只有是四阶就可以 而且 赢得这个比赛 除了奖品以外 还能获得无尽的好处 比赛将在半年后举办 而报名则是四个多月以后开始 为期两个月 只要是四阶预售师 那就都可以参加 就这样 很多在自己家族里不起眼 可却实力正好合适的人 猛地发现自己的疏败和长辈 竟然莫名其妙地 对自己开始关心起来 这让他们这些小透明 顿感受宠若惊 而很快他们也知道了 这些长辈态度转变的原因 在知道了这个赛事后 这些欲不得知的人 都下定决心要拿个好成绩 他们不是笨蛋 甚至他们心里清楚 这很有可能是自己 唯一一次逆天改命的机会 他们绝不会眼睁睁 看着这样的机会溜走 所以 哪怕付出再多的代价 他们也要努力抓住这个机会 就在许多人都在下定决心 要为半年后 举办的四阶预售师赛事 拼搏之时 这场赛事的主要举办原因成员 却正在带着自己的宠兽 被四阶领域的四阶野生宠兽们 进行着猥琐且不讲武德的勾引和偷袭 具体行动方式则是 先让小灵侦察附近的情况 确认了附近没有大规模的宠兽抱团后 就让金闪闪在很远的地方 使用金属投射 攻击一个或者一小堆四阶宠兽 以此来激怒这些四阶宠兽 让他们朝着金闪闪冲来 等这些野生宠兽 靠近金闪闪一定距离之后 躲在暗处的小灵 就会控制路上的野草 束缚住他们的脚步 如果是会飞的野生宠兽 则会由幻影来出手 用幻童迷惑住这些怒气上头的宠兽 不过因为这些宠兽都有点上头 所以幻童的成功率 不可避免的有那么一点点的下降 当然 这点下降对幻影技能的成功率 一点影响都没有 甚至凭借着奇物白玉圆环的幻属性 成功率加成 这下子别说是下降了 反而直接把幻影的幻童成功率给拉满了 所以 哪怕这些宠兽再怎么愤怒 再怎么上头 该陷入幻象的 还是要陷入幻象 等这些宠兽中了小灵和幻影的控制技能后 就轮到金闪闪再次出手了 他会直接使用长枪地刺或者金属投射 直接结束掉这些宠兽的生命 就算这些野生宠兽 能够扛过金闪闪的一波攻击不死 还有隐患这个被刺高手 进行被刺补刀 当然如果是对方靠得足够近的情况下 金闪闪也会用自己的前肢 直接给对方来个狠的 不过不是金闪闪最喜欢用的蛮力猛杂 而是他的穿刺技能 至于为啥金闪闪不用蛮力猛杂 那自然是陈渊开口了 对于陈渊来说 金闪闪猛杂的动静多少有点大 那种轰鸣巨响 在这四阶领域就和一个信号弹升天 提醒敌人自己在这插不了 这么大的动静 已经能够让很远的四阶宠兽们 都能够听到这边的动静 动静过大可不是好事 至少在这里不是好事 如果是在三阶领域 那陈渊巴布的小家伙动静搞大点 让三阶宠兽来送 可是四阶不一样 一阶顺手送走他们 可要来一群 那可就难搞了 虽然小家伙们都是领主级别的四阶 可陷入同阶的围攻之中 那还是很难受的 而且鬼知道 这附近有没有二次进化过的宠兽 如果有的话 那么至少也是首领级别 如果一开始是精英级别 那么二次进化后就是领主级别 这就是和小家伙们同一阶级了 要是采个狗屎运 遇到一只初始等级是首领 二次进化出来的君主及宠兽 那这乐子可就大了 当然 这种事的发生机率 就和买彩票差不多 几乎是不可能的事 毕竟初始首领本就是少数 再加上活过前期弱小阶段的 就更少了 而且 就算是有这种强度的宠兽 对方也基本不会来四阶领域外围 能量更浓郁的地方不带 来能量更低的地方 那完全就是脑抽了才会干的事 不过就算是这样 陈渊觉得 还是要小心一点为妙 毕竟夜路走多了 指不定哪天就遇见鬼了 万一这些强大的宠兽 真的忽然间就脑抽了 死活都要来四阶外围看看呢 有一句古话说得好 不怕一万 就怕万一 所以 陈渊觉得 还是猥琐一点 慢慢勾引这些外围的四阶宠兽来送 直到清理出一片安全的区域再说 陈渊这个狱主的想法 自然直接左右了小家伙们的行为模式 在杀死野生宠兽之后 小家伙们 便会把这些死去的四阶宠兽 拖到陈渊的面前 来供陈渊兑换成能量点 每次兑换完成 陈渊还会在小家伙们期待的目光之中 爆出了一个数字 这个数字 一般是在0.2-2之间 每当听到陈渊口中念出的数字 小家伙们 都会兴奋起来 并干尽十足 因为他们知道每个一 就代表着自己之前 吃的一份美食 是的 这里的数值 指的就是能量点 在之前吃饭和休息的时候 小家伙们 已经从陈渊处置到了 那一大堆三阶宠兽 才换了不到十点能量点的事实 这个是 是陈渊在给小家伙们 换第二份全套美食的时候说的 同时 陈渊也表示 身上的能量点不够了 换不了其他美食了 一份全套宠兽美食 那还是因为 原本能量点 还有剩下一些才够换的 要不然 连第二份全套都没有 不得不说 这个结果让小家伙有点小失望 他们本以为 那么多的三阶宠兽 应该能换很多来着 没想到 这些三阶宠兽 这么不值钱 真是害他们白高兴一场了 如果说三阶宠兽的不值钱 让小家伙们失望的话 那么 四阶宠兽 就让小家伙们惊喜了 因为四阶宠兽 哪怕是最低都价值0.2能量点 而其中一只 更是高达到二能量点 这只能有这么高的数值 主要是因为 它是一只首领级别的四阶宠兽 这只宠兽硬抗了 金闪闪和幻影各两次攻击 才被杀死 其价值 自然不是其他精英可以比肩的 当然 值钱的并不是这些四阶的肉身 而是他们心脏位置的能量核心 随着时间流逝 野生宠兽的数量 开始迅速减少 在干掉了一百多只四阶宠兽之后 一些察觉到不对劲的四阶宠 开始选择离开这片区域 而剩下为数不多的宠兽 也在小家伙们的合力之下 很快就得到了素清 这些四阶野生宠兽的牺牲 也让陈渊的能量点 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 48.16能量点 看到这个数字 陈渊的心里简直乐开了话 不过他的脸上 却并没有表现出来 陈渊反而把目光投向了小林 眼神之中透露出了询问之意 小林明白陈渊的意思 轻微地摇了摇头 御主前面的这一片区域 已经没有四阶宠兽了 听到小林这么说 陈渊直接大手一挥豪气道 走 我们进四阶领域 四阶领域和三阶领域的差别 果然很大 就算能量是朝外扩散着 可随着陈渊一行 踏入四阶领域 还是能够感觉到 能量的浓度上升了一个小台阶 来到四阶领域后 陈渊就和之前计划好的一样 开启了放养模式 他让小林金闪闪 还有幻影三个小家伙 一起组团 去寻找其他四阶宠兽战斗 在小家伙们出发之前 陈渊再次对小家伙们告诫道 记住了 不要上头直接网上去 就按照刚才那样子配合 一个个勾出来 然后各个击破 知道吗 对于陈渊的这番话 小家伙们十分乖巧地连连点头 并且还在心灵链接中 同时回了陈渊一句 放心吧 御主 这些我们都懂得 保证一点问题都没有 心灵通讯回复是这样回的 至于三个之 心里到底是咋想的 那就只有三小之才知道 而陈渊本来其实挺放心的 可在听到这三个小家伙 叫他放心之后 陈渊的心里反而咯崩了一声 不知道为什么 陈渊忽然有一点不好的预感 看着三小之的眼神之中 也带上了一点点的怀疑 这三个小家伙 真的会这么听话 陈渊这怀疑的眼神 让三小之心中忍不住一跳 就在他们以为 陈渊要搞些什么的时候 陈渊却挥挥手抱 算了 就这样吧 反正你们自己小心一点 记住如果有危险 就马上回来知道了吗 对此 三小之点头如捣算 立马就全跑了 三小之并没有离开多远 在小灵的感知之下 三小之以陈渊为中心 划定了一千名内的范围 进行狩猎 这么做 没有别的原因 就是担心陈渊的安全 小家伙们 怕要是走太远了 到时候 陈渊要是遇到危险 会来不及救援 对小家伙们来说 狩猎毕竟只是次要的 自己狱主的安全 才是第一位 就在三小之 开始猎杀四阶野生宠兽的时候 北明和无畏 也在陈渊的指示下 开始了自己的训练 陈渊没有让两个小家伙 进行什么互相之间的战斗 而是单纯的 让他们两个 进行技能训练 无畏就和陈渊之前 计划好的一样 让他练习物体控制技能 陈渊要求很简单 那就是让无畏 控制大量树叶 在半空中排列成人形状 并使这个人形 在半空中行走 为此 陈渊还在无畏面前 走了一小段路 并直接告诉他 就是这样子 然后陈渊就发现 这个练习对无畏来说 严重超纲了 别说是行走了 就算是排列成人形 都有点太为难他了 意识到了这一点 陈渊立刻就给无畏调低了难度 从人形改变成为圆形 无畏只需要把这个圆球 在半空滚动起来 这个难度确实降低了 可是对无畏 还是十分困难 捏成圆形确实不难 不过要控制他 让其在半空中滚动起来就难了 不过陈渊已经下达了命令 无畏也只能开始了 属于自己的练习 至于北冥 陈渊则让他练习爆炸水炮技能 不过不是要爆炸水炮爆炸 而是要北冥练习 如何用更少的能量 来使爆炸水炮失火 等北冥能够做到之后 就加大难度 比如一次性失火两个爆炸水炮 这方面的练习 可以有效地提高 北冥对于能量的控制力 北冥在接受了陈渊的要求之后 也开始了自己的技能练习 为了调高两个小家伙的积极性 陈渊直接表示 只要他们好好练习 并且做出一定的成绩 今天晚上回去 就给他们吃大餐 别说这招比啥都好用 两个小家伙立马就动力十足 两个小家伙并不知道 其实陈渊原本就打算 在今天晚上 举办一场宠兽美食盛宴的 陈渊可没有打算 存什么能量点 对他来说 这种能提升 自家宠兽实力的宠兽美食 那是多多一扇才是 只要小家伙们能吃得下 那陈渊绝对不会心疼 甚至眼睛都不会眨一下 两个小家伙就这样 陷入了陈渊的套路里 在安排好两个小家伙的练习项目 并看着他们 开始努力练习之后 陈渊满意地点点头 陈渊找了一棵大树 背靠大树 直接坐在了草丛之上 开始查阅起系统里面的奇物大权 很快 陈渊就沉浸在了奇物大权中的 浩瀚知识海洋之中 里面记住的知识 简直让陈渊 差点忍不住 直呼大开眼界 他是万万没想到 奇物还能这么晚 特别是其中一种 借助天然地形的锻造秘法 让顿感陈渊大开眼睛 甚至看到这个秘法的时候 陈渊的心中 直接冒出几个大字 以天地为熔炉 一想到这个陈渊的身上 都冒起了鸡皮疙瘩 陈渊沉浸到了 奇物大权没多久就被打断了 因为陈渊感觉到 有生物在靠近